今天就要开始讨论网络监测 我们呢就是马上这样安排 现在这个我们今天下午的开幕式的 闭幕式的这个安排已经就下了桌子 我们的会场中这么安排好了 我们人不多 我们希望呢 讨论的过程中呢 我们呢就让主义台的人一会儿下来 跟大家一块坐着这个来讨论 现在这个会场布局呢 是为下午闭幕式准备的 这样呢我们都下来跟大家一块呢 比较近能够以更加互动的方式 来这个开我们这个会 原来呢 我们卫力会这个留了19分钟 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呢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 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来开这个会 如果呢我们不需要这三小时的话呢 也没关系啊 如果我们家家没有动没劲了 因为有些人表示呢 他们要早点离开会场 大家可以随时来这个决定啊 在我有请我们这节会的主席 给我们做介绍之前 我想先做几个不成熟的这个发言啊 做一个不成熟发言 我想请我们的秘书处 把我们的正式性的问题呢 给它列出来 我们IGF的职责范围呢 我们这个大家进行了讨论 看看以后应该怎么样来审议一下 我们工作组的这个特别工作组的职责范围 要怎么样来更新 每个会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讨论哪些政策性的问题 这样的通过这个讨论呢 议题的确定来引导着我们的讨论 我们现实也需要公众给我们提供他们的意见 好多的这个政策性的问题呢 确实我们也应该那个收集这方面的公众意见 在我们的IGF的网站上呢 我们已经列出了从公众那收到的一些这个意见 而且呢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在荧幕上 导致话 从这个我们想提第一个问题就是呢 就是这个互联网监测的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没有这种必要来防止大规模的 这个有针对性的这个互联网的监测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平衡的问题 就是怎么平衡呢 网络安全和隐私之间如何达成平衡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呢开放的互联网和互联网中立性的原则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呢一个刚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互联网监管和自我 监管叫自律这个问题 然后呢但是有些国家的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互联网监管和这个自律之间呢 确实有些这种这种问题 就是怎么样能够形成这个平等竞争的问题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 第五个问题就是呢 能不能找到更佳的合作渠道 什么合作渠道 就是利益相关方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渠道 第六个问题呢 是不是能够呢就这个问题打成一致 就是原则性的最低的原则 最低的什么原则 最低的互联网监测的原则的基本问题 第七个就是IGF的工作重点 互联网社区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 2015年之后 好下面我就请我们这个主席 来这个这个给大家说几句话 我们的主席呢是这个三颜 三托沙先生 各位早上好 我希望昨天晚餐呢 大家都是非常的尽兴 你们都可以看到巴黎岛 还有我们这登巴萨地区啊 它那个舞蹈啊很不错 既有现代特点 还有当地的这个传统特色啊 十年前啊 我呢还是这个印度尼西亚旅游和文化部的 这个常务国务秘书 当时我是负责印度尼西亚的旅游的工作 当时呢有一个问题呢 我很惊讶 就是有人给我提过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外国这个游客期的问题 就是印度尼西亚的旅游业 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啊 他们说 我们当时这么说 他们认为人才是最大的优势 第二个问题 他们又提供了 到底说你们印度尼西亚人的哪些人 这个它什么地方吸引你 我觉得我跟他说 印度尼西亚人脸上的笑容 才是最有吸引力的 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 人均这个微笑的比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就是你看多少人 大家可以看你这个过去的六天里 你可以看见每件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他都是满脸微笑 所以他的人均微笑比例世界第一 好 刚才马克斯先生给我们讲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啊 我现在让我们的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来接着说话 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谢谢马克斯主席 女生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的名字叫Henry Sher Eney 我是区域互联网 这个非洲地区互联网 这个注册的运营的首席运营官 我想非常高兴的能够呢 让这个Joman来给他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呢 他发完言以后呢 我们就很愿意呢 跟大家这个共同的来这个开这个会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们现在请来了一些嘉宾 这些嘉宾呢 今天早上呢 这个列州有这个Scott Busby 还有这个 他是负责这个全球事务的 他是美国国务院专门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这个局长 另外呢 我们还有请的嘉宾就是罗斯 Lalainis 他呢 这个是言论自由 国际政策方面的全球负责人 第三位讲演嘉宾呢 叫Yari Akko 他呢 实际上是互联网架构 他是爱立信研究公司的这个研究院的互联网架构方面的负责人 也是呢这个互联网工程工作组的主席 这就是IETF的 还有呢 约翰尔哈伦伯格他呢是瑞典政府代表最后呢一位嘉宾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位嘉宾啊 他是约翰尔网架 他也是我们的嘉宾嘉宾 约翰网架呢 下面我现在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话筒呢提交给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一种非常亲切随意的这个环境下来进行会谈 在座的这个嘉宾你们也可以提这些问题 互联网司法管辖过程程序的这个一位代表呢 他是来自法国的 还有一个民众社会的 这个是来自印尼民众社会的一位代表 另外呢还有来自CCIAT是瑞士的一个机构的代表 还有巴西大使Vasica先生也来了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波容到这个会场来 跟我们大家来交谈一下 感谢大家 我想各位早上好 我叫Kuda 我是在包容和有效的这个全球治理方面的负责人 首先我要感谢HVD和他所率领的团队来提议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新兴的议题 新出现的议题来进行讨论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早就呢 在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外交论坛上呢 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呢 在各种不同的论坛中要加以讨论 另外它也证明 我们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呢 也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论坛 讨论这种重要的议题 在我们整个世界的互联网界呀 大家都会讨论问题 我们刚才呢 Marcus把我们这个这次会议上 要讨论几个主要的问题列了出来 这就是我们整个讨论的一个架构 我们这些问题讨论呢 应该呢是在五个分类中 就分五部分来分别一一的涉及这些问题 每次呢讨论这二十分钟 然后呢从这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还有呢基本功能这个角度 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呢不仅仅是那个 我们在座的这些嘉宾要讨论 也希望呢在座的参与了讨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权的问题 还有呢隐私保护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与互联网时代有关的 这个隐私的问题 第三个要讨论的就是第三部分 分第三个 也就是呢监测 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是赋予它合法性 然后呢我们分析来第四部分要讨论的问题呢 主要是讲这个数据保护和这个经济模型的这个问题 第五部分我们的讨论的问题呢 也就是呢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前一段的这个四部分讨论 拿出一个总体的 互联网这个治理论坛的管理框架 希望我们的这个讲解嘉宾先自我介绍一下 到底我们能不能来参加会 好多人怀疑我非常高兴说呢 尽管我们美国政府呢 如果继续停摆的话 如果这周再停摆的话呢 我们也得到了白宫和高级官员的认可 说让我们也得能来 一定要参加IGF会 因为我们也认识到呢 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是特别重要 对我们的政策制定 对世界总体的这个 与互联网有关的政策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美国政府一定让我们来 美国政府呢 每年都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开展一个开放的 这个可互操作的 这个互联网能够可以实现 我们也认识到呢 这个监测问题 对国际界的关切 我们非常高兴大家呢 能够让我们参议讨论 阿巴马与总统说了 我们非常欢迎讨论 隐私问题 还有监测的问题 我们也在美国呢 也进行了很多这个保护隐私方面 人权的问题的讨论 其中包括跟你们 国际社会的一些机构 进行讨论 我们也知道在座的很多人 还有很多世界上的人呢 都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关心担心 就是因为最近 关于有人声称 指控我们这个美国情报部门的监测的问题 我们希望今天跟大家呢 进行密切的接触 讨这个问题 做这个时候呢 我想说美国政府收集情报呢 就是啊 跟其他国家收集情报 类型是一样的 大家都要这个采取努力 保护自己的国家 保护自己国家 不受真实的威胁的这个损害 美国政府呢 收集的情报呢 就是关于这些威胁的 但是我们这样做的话呢 我们要能然做出承诺 收集情报要保护美国人民 同志要保护国际社会中的朋友 不仅仅呢 是我们的政府朋友 还有这个民众社会的朋友 还有这个私营协会 因此呢 我们需要这种非常有能力的 情报收集能力 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 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些危险 同时也跟我们的关系有关系呢 推进我们的国外交政策 其中包括我们的这个 人权保护的政策 我们国家所的这种 情报的这个收集工作 要符合我们的一些这个承诺 民主的原则 对人权的尊重 以及呢 大家全世界对隐私的这种关切的原则 我 现在公开讨论 还有呢 民主进程 是非常重要的 奥巴马总统呢 就推进了一个进程 要重新审计我们的情报收集工作 来保证 我们所有的情报工作呢 是符合我们美国的 做出的承诺 和美国的一些基本原则 从这个轮台来讲呢 奥巴马总统要求我们这个 美国国家安全局呢 把一些信息的公开 尽可能把一些敏感的 一些情报收集的情况呢 如果是这个这个根据我们在国外 这个情报监测法 收集的情报的尽可能多的公开 当然呢 这个情报这个收集法呢 我们本来就叫FISA 很多的文件 其中包括做出的决策啊 还对外进行监测的一些东西呢 都已经这个作为这个努力中的一部分呢 公开了 另外呢 美国总统呢 指定了一个专家小组 就是这个这个专家是外部专家做的 给他提供建议 什么建议的关系 如何推进技术方面的进展 以及呢 美国政府能不能使用这些技术的 收集的能力 然后呢 这个有效的来收保护 我们的国家安全 同时推进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们这个工作组已经开始了工作 而且很快将会在今年年仅的向美国总统提供建议 我们期待着 来够看到这些专家小组给我们提供的建议 另外我们也完全符合 对一些的指控呢 对我们美国收集情报的指控 我们现在不能多理这个评论 我现在能 但能说这几句话呢 就是我们确实仍然治理保护人权 和治理打造一个开放的互联网 首先我想强调 美国政府呢 这个情报收集工作呢 目的并不是要 这个压迫任何国家的公民 不问任何理由压迫 其中还包括他们的政治 宗教的和其他的这个信仰 和压迫 另外我们也不用我们的情报收集的能力 来这个迫害任何人 他们的观点呢 如果在网上自由表达 我们不迫他们 我想向大家保证 美国政府呢 非常注重隐私保护 不管是美国人 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个人 我们这个对这个隐私保护的程度啊 在总统国际战略 就是关于这个网络战略上呢 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我现在呢给大家引用一下 就是每一个个人呢 应该得到保护 不要受到这个主观的非法的 这个国家的干预 我美国这个总统奥巴马呢 最近呢也说呢 美国呢 对这个其他普通人民 进行这个间谍这个侦测 是没有兴趣的 我们的情报呢 重点主要是放在 找到那些威胁 我们人民的这个情报上 而且呢在很多情况下 要保护我们的盟国和我讲的 另外呢美国呢 想继续来坚持 自己的长期的承诺 就要保护和推进人权的发展 这个在我们这个 人权理事会决议 20-8号中有所体现 同样这种人权呢 在线呢也是要得到保护的 美国政府呢 同时也积极的参与了 这个在线联盟的 这种自由联盟的工作 这是21个国家政府的 一个组成的团体 他们共同努力 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呢 来推进这个个人的 能够在网上 社会表达自己的人权 这种联盟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论坛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讨论 怎么样来在平衡 这个安全和人权保护之间 找到一个切合点啊 爱沙尼亚呢 将会在 在塔林的话 在这个明年4月份呢 将会主持第28届 这样的这种会议 在2008年以来呢 美国政府呢 实际上的认捐了 这个大概一亿多美颜 提供给了互联网自由计划 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 这个强大的支持 支持这些项目 另外呢 这个美国将继续坚定的支持 多利益相关方 在这种模式 来支持国际上的贸易和商业 加强国际安全 促进自由的言论的言论自由和创新自由 我们坚决相信 如果集中控制这个互联网的话呢 这种建议呢 这是从一个自上而下的 这种这个政府间的做法呢 这样呢能够确实 这样是不利于创新和经济的发展 因此呢 如果在一些 对人民进行压迫的政府 使用这样的办法的话呢 就会呢 造成不好的结果 另外我们认为 目前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架构呢 应该进一步的得到加强 能够来鼓励来自于这个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 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通过我们现在的项目 可以能够让我们这样一种 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成为可能 我们也注意到某些政府呢 想充分地利用这样一些 这个辩论 就是我们最近所发布的 这个情况 能够来去摆脱开 他们自己的这个公民 受到这样一些 这个压抑 需要进一步的民主化 然后呢 这里边政府呢 也包括了 可能来去逮捕了一些 他们认为 这样一些这个反对者 包括然后呢 对他们进行恐吓 能够就是影响 他们这样一些 经济上这么一些发展 我们还特别强调 这有多么的重要 并不让来去让政府 他们不能够来去承担 这样一个叫做人权和公正的 这样一个承诺 能够来去让他们自己的 这个公民得到好处 我们这里边 还有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 在他们的这样一些 互联网的监控活动 还要那样其他一些国家 像美国这样 能够来去从事这样的一些收集 这样一些情报 能够来去承担这样一些责任 我们希望今天讨论 能够来去反映成一种现实 这样一个监视的这样一个做法 是用全球性的 我们要考虑到在现实当中 我们全球的所有人要的要求 我们要来去进一步的聆听一下 我们可以能够来考虑到 尽可能多的来自于你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来保证他们也能够纳入到 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些政府的考虑当中 谢谢 谢谢Scott 我们这个讨论可能会带来的一些 我们这些洞察 一些建议 像你所表明的 包括在美国的这些情况 我们这样一些考虑 在全球的各个地方都在进行当中 我们也会听到其他一些发言 我们下一个演讲者 是偶尔说了Germless 我们以后来去听一下 更多的围绕来自于Google的 关于这种企业界 或者商业界的一些发展情况 我感到非常高兴地到这里来 我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一些 网上的一些远程的一些有问题 我还可以能接着讲吗 我是Rouge 来自于Google 我感到非常高兴地到这里来 很显然 我们进行了很多一些讨论 和一些辩论 关于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呢 也是非常好的一点 也可以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能够有这样一个讨论呢 这种讨论是基于我们一些现实 基于一些事实 我这来开始给你们提供一些 这个澄清的地方 这样的话 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理解 首先呢 Google呢 并没有来直接的提供 这样一些让任何政府的一些访问 包括一些数据啊 服务器啊 基础和设施啊 从来没有站来去监控他们 你可以能够来去 包括一些这个后门的一些漏洞啊 或者是侧门啊 或者一些等等一些啊 这样一些漏洞 包括一些陷阱门呢 我们不会这样去做的 我们同时呢 也不能够接受 大规模的向政府的来去要求 对这个数据使用的要求 我们是遵守法律的 所以呢 我们再来去获得这个政府的 这样一些要求 要去使用我们的数据的话 我们会来去每一个家 以这个认真的考虑 我们有Google有这样一些 录一支的团队 来去审查这样一些工作 来保证这些要求呢 是有效的 也是应该是合法的 包括我们这样一些 相关的一些这个流程 能够来去尽可能的 把它这个规模给它缩小 经常呢 我们要来去反过来 来去敦促他们 有时候我们来去拒绝来执行 你可以看到这一点 如果看一下 我们这个在线的一些 透明度的一些报告 里边我们说到了一些 政府的一些要求 他们有多少我们是 来造成去做的 等等呢 我们在全球 我们是尽可能的 是按照我们的一些原则去做的 关于这个透明度的问题呢 我们也坚信呢 这是一个关键的 这样一个内容 在我们的辩论当中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并不是一个新刚刚发现的 我们也来去第一个国家 第一个公司的全球 来去发布这样一个 透明度报告 这是三年前开始做的 因为我们认识到呢 在这个斯诺顿的这个事件之前 我们都认识到 这是我们一个使用者 一个关键的一个责任 每六个月呢 我们来发布一个更新的 一个透明度报告 是非常这个详细的 我们也非常高兴 看到很多公司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会来继续这样一项工作 跟这样一些 全球的一些非政府机构呢 来合作 来发布一些 他们这些各国家的报告 我们有在这个爱沙尼亚 今年有一个 我们也强调 另外一个在香港 这样一些工作 都是在继续进行下去 所以当然这个透明度呢 也是呢 不能够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呢 在过 在往前的这样一些辩论 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些事实 来加以支持 那个有意义的一些辩论 这就为什么 我们现在在呼吁这个美国政府 让他们来更多的来去 透露一些 更多的一些 关于国家安全的 包括一些那么需求的 公司提要求的一些 这种一些信息 我们还有一个 单独的一个做法 能够来去支持一些 美国的这个议会的 一些立法机构 这个Franking和其他的一些议员们 他们所赞助的 来做同样一些事情 我想来去强调一下 我们感到 我们更容易的说 对于我们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讲 都是一样的 能够来去遵守 这个 针对用户数据的一些 这个 关于治理的一些要求 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对公司 这样一种理念 如果把你这个 以用户为中心的话 其他都是次要的 以用户为中心 这方面来说呢 因为我们的职责呢 是我们认真的承担 对我们一些 这个用户的一些责任 既有原则的问题 也有这个 好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原则 我们也意识到 如果我们的用户 如果不相信我们的话 他们就不会使用 我们的产品 他们会去别人那 去找这个 其他各个公司了 这项辩论呢 是非常好的 也是绝对是有必要的 同事想来去赞赏 刚才Scott和这个McCarrer 关于这样一些 网络指数审查的 这样一个做法 我们美国政府呢 包括一些西方的国家 我们尽可能有一个 最高的标准这样去做 我们需要这样去做 但是呢 我并不想这样做呢 而是牺牲了 不会专注于其他一些国家 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 监测项目 监制系统呢 可能不好或者更差的 还有一些国家呢 他那些 有一些这个 记者呢 还有一些这个博客人呢 被那些人们受到一些毒打 非常关键的监狱等等 还有甚至于被这个屠杀了 包括一些 我们在这个去年 阿塞拜疆 我们开在IGF的会议上 我们当时看到 他们的跪迹呢 他们发生了一些 非常这个惨痛的事情 所以呢 我提供这样一个探讨呢 就是关于 对美国的一些指责 还希望国家这些指责 这个虚拟的一些 这些虚伪化的一些指责 我并不想来去损害了 我们这样一种能力 这些政府来继续呢 否则的话 他们不能够承担这样一些 非常好的工作 他们已经做了很久了 来支持互联网和一些 这个 这个媒体啊 和一些记者啊 能够这样一些自由 包括了支持这样一些 这个人权 不能够来去影响啊 他们对一个 我们这个互联网 这样一个这个治理的 这样一个大力的一些支持 包括各个利益 相关方的一些利益 谢谢 下一个演讲者呢 是Yadir Atkov 来自于这个芬兰的 ETF 目前他是主持的ETF 谢谢 谢谢 有机会给你们来讲一讲呢 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IGF 我也是非常这个赞场 这些一个星期的一些讨论 关于这样一个内容 还有其他一些内容 关于这个内容呢 我们是属于 这都是一个互联网的 这个群体 我们呢 应该能够相互之间 来去使用这样一些协议啊 一些信任啊 这都是这样一个基础 还有很多一些关于监控啊 还有其他一些这样一些做法 然后包括对一些目标 个人进行这样一些窃听啊 或者一些这个监控啊 这是关于能受到很多一些关注 然后这个互联网这个监控来说的 本身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也是呢 在我们ETF也是认真的对待的 最起码我们是来负责的一些 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种工作 在这个互联网治理上 我想把它这个事件呢 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一个你可以考虑呢 这是专注于 不要呢 来去太多的 给带来一些恐慌 这是我们这个艰难的时期 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呢 这个监视呢 是一个在全球非常广泛的问题 这而不只是我们目前的一些 报纸的一些这个主标题 上所表明的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像以前要通过 看到很多一些全球的一些 这个情报机构 他们会点什么 都有很多一些非常不好的 这样一些案例 包括一些ISA最近的 其实我们在这ITF ITF也可以面对这样一些问题 关于这种监视问题 在历史上也是在1994年 我们也发表了观点 这个加密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 来保护我们这个公民的隐私权 当时呢 他们都有一些认为 这个加密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做法 在2002年 我们决定了 ITF的标准的一个一顶书 应该是给我们提供这样 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机制 当时呢 他们还有一些国家 想象会比较做这个弱 比较薄弱一点的 这样一个加密情况 安全机制 这里边我们就涉及到 一些新的情况来去应对 我们目前新的这样一些 这个挑战 我们也在考虑 这一些认为不太强劲的 一些加密 我们呢随着新的信息 来自于其他一些 Wiki才其他一些 就是偷的一些这个数据 我们先去调查 我们还要来去更新 我们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安全 包括现在这个Buddy 有这样一些这个 互联网的安全性 我们也可以能够来去 继续做下去的 所以这个技术呢 本身也不是一个 完整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是需要这样一个 好的一个安全系统 你要来去 充分地发掘 你这样一些这个通讯 一些沟通的一些财富 应该是这个 有这种信任感 光是这个本身解决不了的 而其他一些领域呢 我们呢 也是认为肯定有帮助的 首先这个网络的运行 和构建 我们看到一些建议 希望能够来去建立 更多的一些互联网的 一些交换点 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 对很多原因来说 他们看有一些 更加本地的一些流量 还有更提高 他这样一些速度 或者一些更低的成本 能够促进他们的一些 企业的发展 互联网呢 是一个高度这个 连接密集型的 还有包括我们这样一些 开源的解决方案 也是用的很多 关于他这种可靠性啊 还有些工具啊 应该在什么地方啊 在某些领域呢 你们很认为 我们应该能够的考虑 做的更多一些 让我们都来去支持 我们需要一些 更多的一些努力 这些领域 还有更多的一些研究 在进行当中 包括一些我们的安全漏洞啊 等等啊 这这个问题的这个重视呢 也应该使得我们要进行 很多一些 法律问题讨论啊 还有一些透明性啊 等等 都是一些这个 要考虑这些好的事情 最后呢 我想说呢 我确实希望呢 我们这个互联网应该是非常这个清洁的 在我们的头脑里边 不会带来任何的一些这个损失 不要来有什么这样一些这个折衷 我们还需要好的这样开放的互联网 不要让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碎片化 我们要是跨国界的 我们需要新的一些应用 一些创新 能够来去开放的一些创新 我们还要需要这样的一些这个许可 能够来去加益好 非常好的掌控 需要这样一个能够非常管理好的 或者非常扩展的这样一个互联网 谢谢 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 会有我们的动作的时间进行探讨 下一个演讲者呢 是Yohan Haren Group 来自于这个瑞典政府的 请Yohan发言 非常感谢 我名字是Yohan 我是问这个关于这个国际这个人权 还有这样的一个平等 还有这个瑞典外交部工作的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非常愿意能够来去接受 能够积极地参与了IGF的一些工作 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会再继续呢 来去支持这样重要的一个机制来去发展 所以原因我们为什么能够参与进来呢 一部分的是我们认为呢 能够把我们人权的方面 跟在我们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未来 结合在一起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积极地参与这样的IGF的工作 最终的目标呢 实际上呢 就要来保证这个承诺 能够让我们的在线或者离线的 这个人权能够得到保证 能够尊重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不应该忘记 去年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 这样的一个联合国的 就是这个决议 26号决议的通过 人权呢 也适用于我们这种离线的环境 或在线的环境 都能适用的 这是联合国的决议 这也是一个呢 我们整体的这个国际社会都同意的 这个决议呢 是由瑞典 美国 巴西 托尼斯 土耳其和尼日利亚提出的 他也获得了差不多7% 这个7个这个国家赞成 这样就叫做联合的这个赞助者 发起者 我们是一致性地通过了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一个现实 政府呢 有这样一些职责去尊重 或来保护这个人权 这是一个 我们这个义务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安全呢 也是需要能够让我们 一些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保证 最终呢 是来保护我们这种开放的 和民主的一个社会 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种社会 然后重要点 我们要记住呢 并没有什么也可以权衡的 或者妥协 在这种安全和这个人权上 并不是要是达成什么平衡 这是围绕着 要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权得到保证 能够采用这样一种安全的方法 来去实现 来去提供这种安全 政府呢 会应对几个方面 一个重要的方面呢 当然呢 来保护这个自由的权利 个人的 不用来去这个 这个侵害其他人的权利 然后要重要的一点 包括这个国家应该是安全的 不应该来去违反了人权和这个自由 应该来去为这个国家的权利设置一个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做法制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宪法的框架 包括了这样一些透明啊 还有这样一些合法性啊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就是他这个国家能做什么 以及达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使用他这种国家的权利 以便于能够来保证这样一些国民的一些福祉 为了提供这种安全性 能够来去安全的访问 这样一些电子通讯 也成为重要一个工具 对这样一些执法机构打击犯罪 包括一些安全机构呢 能够来保证他这种公民的这种安全 瑞典的这个立法机构 一个明确的区别 一个是电子通信的这样一个监测 还要一方面 还有这个收集情报 包括一些这个情报机构 收集情报 这种一些区别呢 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国家的一些权限和一些目标 来在执法上 还有一些安全机构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在处于这样一个时机 我们来去相信这个互联网 也成了一个挑战的这种做法 因此呢 对于政府来说 全球来说 非常关键来加强 跟这个民间团体的关系 能够对人的这种信任 政府 无法 那个什么 不能够那什么 就承受不起 这样的一个失去的合法性 我们要来去加强 我们这个法制 还有一些人权的 这样一些透明度等等啊 这都是能够我们通过 我们所有理想官方的 深层的对话来去实现的 因此呢 这样一些倡议和举措 来自于这个民间团体的 是非常重要的 也应该被这个认真的加以考虑 我们有必要呢 它是这个对称的 他们这样一些原则 也有这样一些重要的一些举措 当然在对我们来说呢 也是很这个重要的一点 我们最近 您请我们的注意 我们又进行两轮的磋商 在这个日内瓦和纽约 跟这些国际的一些民间团体 还有一些这个政府 就在一些问题原则进行磋商 其实结果呢 这个Cowbio的一个部长 在这关于上个星期的网络 这个犯罪 这样一些沟通中 我们来去确立一些原则 在这个首尔 应该能够对这些电子通信 这样一些监视 这样一些原则 这有七个原则当时确定的 包括一些合法性 还有这个合法的目标 和有这个必要性 和这样一个对称性 还有这个司法权 还有这个公共的监督 还有这个透明度 这是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也想来继续 朝这方面来继续发展 我们也欢迎呢 会来去继续进行深层的 跟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那种对话 我们也愿意跟你来 进行互动和参与 有这样一个例子呢 就是呢 我们叫做这个 在线的同盟的这样一个 自由的这样一个做法 在进行 继续进行这样一些深层对话 我再先讲到这儿吧 谢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谢谢Yohan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 民主的这样的一个 一定书能够给他结合起来 把这张的放到最后 这张的来自于这个巴西的 请你来介绍吧 各位好 谢谢你的邀请 感谢你们所有的各位 能参加我们的会议 能够听我们来去进行探讨 我想这里要强调的呢 我们还有一些新出现的一些细节 在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安全机构 这是比较非常广泛的 大量的一些种监视项目 监测项目 可是跨国界的这样一些监视项目 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一些范围 也涉及到呢 一些国家的一些安全的一些实施 跟这个什么伤害 这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这是完全的这个监视的范围 是非常的广泛的 现实到像这些 巴西国家的一些总统 可能也被会看成是一个 友好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呢 现在说的一样 这个比较的这个敏感的 和这种战略性的一些商业团体 一些这个通信 包括一些 不知道在这公司 一些这个通信来说呢 这个方案呢 对于国家来说呢 是无法来去介绍的 可能包括那些人权的维护者 也很难接受的 他不管他们是否使用 这样的那种办法 就是我们数据 或者一些原数据 他来去收集这些情况 已经代表了 对于我们这个 隐私权的不尊重 违反了这样一些 这个我们公民的一些权利 还有一些国际上同意的关系 这个很多的条约啊 公约上 这个专门那个设计到人权的 都通过了 还有 我觉得这些人呢 签署了一些条约 他们现在又自己呢 这个进行这个网络监测 这是非常虚伪的 好像还有借口是保护自己 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都搞这样的 我觉得呢 你不能在任何一个国家 进行非类分类 好像有些国家是邪恶的 有些是好的国家 这种是非常虚伪的 另外我想说呢 现在要强烈有这个必要 每一个国家都要呢 这个假设 就是我们仍然确实有需要 寂寞的工作来保证人权的保护 和在线和非在线人权保护 另外呢 确实呢 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和变卦 现在这种情景呢 我们生活的环境呢 应该是一种有信任的 政府之间互相信任 这个 而且呢 这个对这个采取信通技术 这种手段和电信这种公司呢 它应该呢 这个 他们破坏了很多这个信任 我也同意呢 确实呢 我们现在又采取一些集结措施 在很多的层面做很多工作 我看到作为一个巴西人 我非常高兴 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在国家层面上呢 我们确实也呢 这个在国际上呢 我们确实呢 也那个宣布了 这个有一种这个紧急情况 就是我们有国家的自己的这个宏观的公民社会啊 还有我们自己的民权的框架 互联网上得到保证 另外呢 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原则 也坚决支持这个多力相关发动机制 同时要进一步促进互联网的这个管理 我们有互联网的管理委员会 还有这个宏观上的民众社会 还有呢 就今天我们确实还讲到了 要制定一个全包容性的这种过程 流程程序 保证在线和非在线的这种磋商 保证这个隐私的保护 言论自由 同时呢 其他的这个数字权利也应该得到保障 我认为我们应该呢 从这些这个进程中呢 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学会我们怎么样 国际的环境中来加以生存 在我们国家的层面中呢 却说没有找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巴西现在正在进一步的促进 这种这个研究来制定和加强创新 创新在我们这个信通技术里面进行创新 同时呢 我们也正在建立这么一种这个邮件的服务 这个联合国这个大会所通过的这些基本的这个CGIBR的原则 还有所有的原则呢 都是这个非常好的 我们巴西总统现在也认为应该有致力于我们那个承诺 就是要保护人权 而且我们总统也提议我们以一种多立相关方的这种方式 来这个是不是这个组织一个峰会 这个峰会呢 本身就应该呢 以这个刚才联合国就讲到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基本原则为指针 为这个宗旨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认为 这个监测的问题 应该有两个方法解决 首先公司怎么样运作要改变 要保证它的运作要透明 同时呢还要保护这些用户 例如呢要进一步的促进使用加密的那种设施来保护运户 另外一方面呢 这些国家要自己审议自己做的好不好 现在美国愿意这个对自己的情报部门的进行 情报工作做改革 这是好消息 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敦促美国政府 要真正的在这个在保护人权的过程中 要这个纠正一下这个做法 因为你一直在监测公民的通讯 实际上呢我们有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对于这个通讯监测这个问题呢 很多28个国际的组织都已经那个这个通过了 因此它也代表我们大家希望能够 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原则呢 和原则性的框架呢 确实呢都是这个跟这个监测法有关系的 应该符合人权保护 还有呢目前的这个数字环境这种标准 就像约翰呢 刚才已经讲到了 他们现在重点是放在法律上 合法性的目标上 必要性上 这个比程度上啊 司法的这个授权的问题上 这的都是要考虑考虑认真 还有一个要向用户通知 透明的问题啊 还有公共的监管啊 我现在都欢迎这个瑞典政府采取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 也坚持的原则 我也希望其他的各个国家的政府呢 也做了同样的工资 就像我所说的呢 我们现在正式要重新充足我们这个人权保护的时候了 谢谢Joanna 谢谢这个我们在座的嘉宾的初步的发言 他们也再次强调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也都知道各个专家呢 都知道监测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一个方法来加以解决 因为它直接影响政府公司 还有互联网用户的一些这个行动 其实刚才他们都说了话了 肯定会引起大家的讨论 就像Scott所说的 现在有必要呢 这个遵守国际的法律和法规 我们也应该实现这个安全和人权之间实现平衡 另外呢 约翰还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应该是不是能够有双赢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好像呢 不可能这个能实现双赢 因为这个你又是保证人权 又要那个进行这个网络安全 好像这俩不好平衡一样 罗斯呢 刚才呢 也指出的很正确 现在有必要呢 建立一个基于实证的政策 朝着这个 这个 更加好的方向 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还有这个透明度的问题啊 亚瑞呢 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技术的重要性 他可以帮助 采取政策的解决方案 另外约翰呢 也指出 就是呢 我们法治社会的重要性 各个不同的机构呢 应该这个和电子通讯 这个一些这个机构呢 他们的工作分开 另外呢 还有未来的情况 那么 只要呢 还总结了这个 人权的问题 以及呢 这个 采取行动的一些这个程度 另外呢 怎么要使用现有的法律工具 来解决问题 能不能把现有的法律工具 这个解决问题 例如 现在政治权力方面的这个 政府 国际政府 在这个民权和政治权力之间的 有关的一些现有的公文 其中还包括这个 他讲到了美国的一些情况 好 下面我想这个 让这个 总结结束了 下面我想请 Rachel来发言 好 下面我想请这个 大家当然都已经这个评论了 我下面请 巴西大使 Benedicto Fonsica 请把话筒给大使 好 话筒来了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我的 首先 按照联合国政府监会的这个方式 先说几句话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 刚才一些这个区域的机构 还有些其他人的做了发言 我想呢 把过去的传统呢 做一些这个变革 创新一下 我先呢 我先完全同意 他的观点就是 追求人权保护 同时 在研究 网络监测 这个问题啊 这两个点呢 没法通融的 就是一方面要监测 另一方面还要这个保护人权 这是 违法一致的 我们 我们 确实 这个致力于人权的保护 我们并不是要转移我们的讨论的方向 我们也并不是忽略了 这个讨论 在讨论中呢 我们应该呢 这个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 与此同时呢 我也不认为呢 我们 这样做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对形式有很大的改进 刚才 卡尔部长呢 在会中讲了七个这个原则 这个是在首尔大会上讲到呢 我想说呢 他表达出来我们这个所说的话 另外呢 我想说 这个他这个发言呢 却也反映出了联合国 这个密书联合国 这当时大会主席 在开幕式的时候呢 也讲到了这个 今年的联合国 这个大会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我想强调指出几个问题 人权的保护 隐私的保护 言论自语由 妇女的权利 这个呢 都是一些具体的体现 而且是我们这个 联合国大会 今年这个主席 迪尔玛的这个 所关心的这实质问题呢 他呢 他呢 很明确的指出 这个巴西是怎么样的看法 明显有这么一种需求 在这国际层面上呢 我们应该设计 并且推出这么一个进程 他可以帮助我们呢 格际的社会 来真正的实现 这原则和标准 指导着我们来进互联网 进行管理 这些呢 应该由这么一个 一个愿景所指导 什么愿景呢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 多立相关者的这种机制 然后呢 他的深深之根于 人权的保护上 和其他原则上 我们确实看到呢 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实现上呢 他们相互之间 没有什么不一致的 在巴西我们要 马上要准备召开一个峰会 迪尔曼主席已经 讲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这个 讯通部长呢 受总统的这个授权 也参加了我们这个会议 他要讨论很多的问题 不要这个 转移其他的讨论的这个目标 不仅把重点放在原则上 还有标准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都是对我们来讲 确实一些这个讨论的参数 这样呢 就可以使我们能够积极的参与 对其他问题的讨论 但是 现在我们的明确讨论的目标 要放在有没有必要 我们的国际社会和这个 在一个多立相关方的这个环境下 要制定这样的一个原则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主要的 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目标 下面我再解释一个问题 可能这个问题过去 大家有一些误解 尤其在这个会上 当这个迪尔玛 在我们总统呢 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 他讲到了这个多边的这种民众的这种社会的框架 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那种支持 民众社会的支持 后来呢 我们的这个部长呢 跟他进行了接触 然后呢 他讲的很清楚 他讲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多利益相关方 并不是多边 他在前面讲多边 这多边就是讲多利益相关方 昨天这个 迪尔玛主席呢 又讲了这个多边 你看 他就来回换这个词 很多人呢 可能有些这个疑惑啊 就是multilateral和multistakeholder 他讲的是多利益相关方 他的实验 本意还是想说多利益相关方 首先 丢玛主席呢 他这个解释呢 就是说 他说的这些话呢 跟我们原来所说的 这个意思是没有冲突的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呢 他认为这是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有几个分论坛 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 大家要谨慎的使用 理念概念和一些语言 有时候呢 从这个政府的角度上来讲 什么时候才使用这个多边 什么时候 这个他 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有时候呢 他跟那个单边 多边是跟单边是相对的 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 纯粹是讲这个政府间的这种 工作 环境的话呢 这个意思呢 又是另外一层意思 因此呢 我想说呢 就是他专门在发言中 在联合国就做发言嘛 他也这个讲到这个区别 他并不是说 排除任何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抱歉 我花这么多时间 给大家解释几个词 我们可能不要过度的 需要的过度的关注 一些具体每个人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下 就一个这个记者回答问题所说的话 我们要从总体上来看问题 我们这个主席的总体的目的 就是讲多利益相关方 他的联合国这个发言也使过这个词 约粹刚才讲的很轻的 我们主要是就讲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 而且我们这个制定的原则 也都是朝着多利益相关方 针对多利益相关方的 迪尔玛的总统发言说 就是这个指的这个意思 确实我们 他是有时候没说这个字 但是他讲的很多内容 都是牵涉到多利益相关方的 因此这就是政府这样的 因此大家不要对我们领导人 过度的一个词 产生过度的解读 这个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 再次感谢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在这个会议上的这个参与 尤其是呢 在这个政府和民众社会的 这个方面的这个参与 私营地的这种参与 Yen呢 它是一个对我们进行了 非常好的支持 提供了很多新的这个想法 而且呢 这个对我们来讲呢 看到大家这种意愿 深受鼓舞 也就是让很多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呢 积极地参与 来准备这次会议 提出很多的建议 这确实这个会议的精神 就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所参与的会议 我们确实看到了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 大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希望来这个尊重大家这种努力 而且呢 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县力 最后呢 巴西 坚决支持人权的保护 我们一直呢 在这种起草这个文件的核心消息中呢 也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工作 也就在人权理事会中啊 决议的参与呢 我们都参与很多这样的工作了 而且呢 我们表达的信息也非常的明确 我们应该尊重网络上的人权 我们做好准备 随时这个高举人权大旗 在各种环节下都要这样做 同时呢 采取建设性的这种领导作用 做很多讲通的 谢谢 谢谢大使阁下 下面 好像现在有一个远程的提问啊 Yes 你稍微等一会儿 稍微等一会儿 我们先从这个问题 谢谢 有两个问题来自于Peter Helmans 他们呢 进行了一个互动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Peter呢 有一个问题呢 关于对这个美国的代表 他要知道来去维护这个美国的一些外交的一些利益 包括一些对政府一些首脑的一些电话的一些窃听 是非常那个恼怒的 现在这个问题呢 来自于这个Google的代表 有一些报告说呢 美国的这个云的服务 可以能够来覆盖一些今后三年中一些非美国的一些公民 差不多是这个三三年当中涉及到三百多亿美元 在今后几年来说有些负面的影响 可以能够影响到这个一亿八千多万的这个美元的 这是对你们失去了这样一些信任 他可以能够如何保证这样一些个人的数据是安全的 也设计到同样一个团队 叫做所谓是一种对称的和必要的一些不自然政府 可以能够对他这样一些这个坚持能采取一些这种一些措施 能够保证是安全的 谢谢 我们现在让这个Baiton 我们的专家呢 可以来考虑谈论以后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请问Baiton 谢谢 Rachel 我是Baiton Lachabel 我是互联网与这个司法的一个局长 我想呢 按照呢 我们前面上一些讨论 我想来去强调一下 这关于这个监测的一个辩论呢 可以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框架来进行 这些问题呢 我要很快来说的就是三个 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主权问题 我们这里边所讲到呢 还有在其他的里边 我们是要在一个在我们的数据时代来 是怎么行使我们的一些主权 传统的一些这个主权呢 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的国家领土 这随着我们的互联网的到来 这里边又带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 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 对于国家的一些决策 也要和不管是好是坏 他有这个跨国界的一些影响到 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的一些种公民的利益 所以这些运营商呢 是在一个国家 他通过定义来说 可以能够来覆盖任何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当局呢 他们要能够对这样一些运营商 实施这样一些主权管理 然后呢会影响到呢 对这或包括对另外一个国家领土 都带来一些后果影响 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权 这解释呢 涉及到不同的国家 它取决于它这个这个土地有多少这样的一个运营商来 去得到这样一些影响 然后反过来也是真实的 按照呢 我刚才说 这个提到的 最近发生的一些活动 还有那斯诺登的一些泄密的那些这种情况 有大量的一些参与者在这些国家里边 已经开始采取这样一种立场 做出了一些响应 以便于能够来保护他们自己的主权 能够来推动的一种概念 叫做是数据的主权这种概念 要求我们这个数据 关于他们这些公民的数据 能够来保证他们这些这个主权 这就是我们再一次推出了 关于物理的一些边境 还要在这个技术的技术架构上 是从那个现场一直呢 到一个跨国界的一个架构 并不是完全是这个无国界的 是跨国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这样一个架构 这个挑战呢 传统的概念 就是国家的体制 是跟这个主权是 这隔离开来的多数的机构呢 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 不干预其他的国家的内政 这样一种概念 就以前 而是我目前的情况 对这提出一些挑战 而且呢 对这个政府带来了很多 另一支信的挑战 就是你如何能够来去合作 来去管理 这样一些我们在线的 这样一些空间 这些份额 这是一个新的类型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词我想来强调的 刚才这个Juan 所提到的 就到这个公正的一个流程 或者过程 这些概念 所以任何一个元素 你说一些程序 跟这个监视 或者监测 或者执法相关的 包括一些言论自由啊 隐私权 这些问题的一些流程 只要涉及到我们的人权的 包括一些这个市民的 公民的人权 都应该按照呢 我们一些规则去做 包括一些网民 应该是一个保证 这样的一个公正的 这样一个正直的一个流程 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这样一些 跨国界的一些概念 可能是在一个国家的互联网啊 你必须要能够 可能要获到一些数据 再下载一些内容 然后呢 来去进入到一个远程的 删除一个网站 这里边又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程序 来去做这个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 一个流程的机制 能够来去应对 国家之间的关系 平台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这个使用者的关系 而且是应该非常公正的 应该是跨国界 这种公正的这样一个流程 这个问题呢 也反映出了 我们在这关于这个监视 这方面发生的一些辩论 监测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 来去实施一些 公正的一个流程 在这之上 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原则它们本身呢 完全是不够的 来保证 来保护我们的人权 它们是必要的 但是它们是不够的 如果这些程序 如果不合适的话 包括一些国家的框架 也没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来去覆盖 也是不够的 即使呢 我们这个框架有了 实际上 在实施这个框架来说 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然后呢 或者是被忽略了 最后呢 第三个词 我想来使用呢 就是说这带来了一些 我们不希望的一些后果 在这个法律上来说 我们来去最初 这样的一些 关于这个监测 一些辩证的一些情况 有时候对所有人 都是非常麻烦的 这种概念呢 我们做出响应 还有一些 立法的一些考虑 就来保护它这样一些公民 政府呢 考虑是来确立一些规则 叫做所谓数据的主权 Data sovereignty 这里边我们还可以去 探索的 这里边很多的一些挑战 可能呢 有时候你想来去 解决 在这个大的一些企业的 一些数据空间里边 解决这些问题 就数据库里边解决问题 来自于某一个国家的 这个使用者是在 某一个国家的地方 可能你最终呢 可能是结果是违反了 这样一些的隐私权 这不是你们的 想要来去做的 想来去更正的 第二个方面呢 也是呢 在我们德里 在这样一个 关于这个司法问题的 一个会上提到 这个印度的 产业 并不是外国的公司 而是本身的 这印度的产业 他们要对政府说呢 明确表示 你想要做工作 你一定要非常谨慎 如果呢 这个数据的主权 如果可能违反的话 你就可能是伤害了 本地的行业 本地的行业 可能是影响到的 这种全球的这样的 一些这个 我们的云的服务 这是我们面前 这样一种挑战 因为呢 没有足够的 国际的这样一种框架 来进行探讨 在不同的一些 这个利益相关翻呀 包括一些 数字时代的 一些主权问题呀 还有这一些 公正的一些流程啊等等 我们也碰到了 有大量的 叫做我们 没有协调的一些行动 这政府之间自己做的 还有包括一些 私营部门 自己采取的 未协调的一些行动 我们看到 这是非常自然的 作为第一步 包括涉及到一些 这个对社区的影响 可能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我的结论是 这次会议 我们在IGF上 已经远远超出这一点 能够来 在这种叫做 多利益相关方向的环境 来进行探讨 现在的事实呢 我们整体的环境 它已经触发了 这样的一个 像基于巴西的 这样一个事件 给我们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应对 其中的某些问题 也许呢 可以呢 把某些国家的决策 在讨论当中的 稍微 这些 等一等 一直到 我们有这个 积累的这个效应 发生之后 凝确之后 可能并不是什么 这个坏事情 而包括这样一些 我们巴西啊 这些会议呢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也先提到了 有这个言论自由啊 还有一些 这些联盟的自由啊 等等 我们也需要 有这样一些 对称的一些 这个原则 但是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也会 能够参与 这样一些讨论 我想来最后的 强调一点 关于这个 欧洲委员会 他们的 两年前做的 一个会议上提到的 建议 来确立一个原则 不要带来 这个跨国界的 一些伤害 能够 也就是说 不要影响 这些国家的 自己的一些职责 不要传承这样一些 跨国界的一些 这个不良影响 这都是我们 所要考虑的 这三个元素 在很多一些 我们个体的一些行动 不同的政府的行动 正在考虑的 要来保证 他们是一种 相互之间的协作 能有这样一个 开放的 这样一个 统一的互联网 这样一些政策 谢谢 再我们继续 听一些 其他的一些观点 更多的参与之前 这个 一个会 他一会 十分钟 要离开了 看看我们目前 这些讨论 特别是呢 来自于我们 基础设施 这方面的角度来说 先请大家 来讲一讲 谢谢 谢谢 因为我还是不太愿意离开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会 但是呢 我呢 这里边进行很多的一些讨论 在不同的层次上 关于我们的基础设施啊 还有些技术问题啊 我想来强调几点 我在这个讨论中 所听到的 目前 我也是完全的同意 Rose 关于要基于事实的一种途径 这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一点呢 也是呢 有很多人强调的 基本上所有人都强调这种一些透明性 以及这个法治的问题 这些事情 也是值得呢 我们来进一步来去努力 去考虑 我们现在要再回到呢 我们一些重要的原则的问题上 你们有很多人呢 也提出的 要考虑我们的人权 还有多立相关方的这种模式 还有这个分散性的这样的一种性质 特别是我们多个利益相关方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有一个非常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公正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机制 能够也设置到呢 我们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担忧的之间的有平衡 Sackefield大使 还有其他一些人 这样一些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些状况 所关注的 我们说这种一些多利益相关方 或者是我们今后一个发展的方向 达成一致的意见 以后你也提到了 互联网呢 应该是 就是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东西 就这必要性 这是我所听到的 这目前讨论的一些观点 涉及到我们的基础设施 或技术方面相关的内容 还有一些可能的一些需求 能够让我们的数据保持在我们各自的这个本地 包括一些我们的技术方面 也对此加以尊重 有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相互冲突的一些要求和需求 我们需要能够来搞清楚我们到底希望什么 比较谨慎一些 我们包括这像这一览的这样一些的要求 把这个数据保留在我们本国 可能有时候是否会伤害了一些创新呀 或一些中小型企业 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理念和想法 我想来去邀请全球的一些用户 来去 可能一开始呢 并没能够建立在这所有地方这样一些设施 我还是呢 怎么能够保证这方面能减少这样一些创新的负担 这都是举的一些例子 这是我们可能会碰到的 我们也需要应该谨慎一些的 能够来去 不能够来一次满足太多的需求 就这个网络如何的运行啊 包括一些管理啊 一些这种建设啊 应该是能够可以成为一种可能性 这会要继续来去做下去的 这都是一些 我们目前我所听到的一些 跟这些基础设施相关的一些内容 谢谢原来的 你给我们提供的非常综合的一个回顾 包括技术方面呢 和一些互联网呢 还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个警示 我们呢 需要更多一些指导性的一些这个做法 一些原则 能够来让我们既然去有效来去往前发展 谢谢Joanna 谢谢我参加我们这样一个活动 我注意到Joanna 还有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活动 你先来发言吧 好的 非常好 我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远程参会的人员 然后再回到这个尼加圣哈 谢谢人 有一个问题呢 Monica Ornette 她是德国的一个自由撞稿人 也是个记者 她有一些美国和瑞典的一些代表 她问他们 她想知道我们是否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强大的一些工具 能够来去让我们来去遵守这样一些这个情报啊 一些立法啊 这样一些要求 能够要来建立我们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些这个信任和监督 否则的话就是伤害了我们这样一个民主的一些控制 谢谢Sovie 下面这是Nicknell 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计算机通信行业这个协会呢 是有很多的这个互联网非常成功的一些这个消费者和一些企业组成的 我们对此是非常有兴趣的 我们的这个结果呢 还有包括一些我们的成员 包括Google在这里 已经发表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想呢 最基本来说呢 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并不完全是技术的或者是一个互联网的问题 尽管呢 互联网呢 已经能够提供了这样一种工具的可能性 在很多方面呢 从这个立法 特别是国家的有些互联网的一些立法能够解决的 这个业恩也提到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把这个有本地的一个托管做法 我们就这样一些 共同的一些数据的这样一些这个公民数据的一些这个使用者 包括一些叫公民和数据上的一个外国人一样 我们会去得到一些保护 每一个国家 他们呢 只能够把这么多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这个东西 给他放到他这个上面去 在这个一些 这个比如说放在一些这个使馆里面去 才能够让这些国家会说 是的 你们东西太多 这个就是间谍太多了等等一些 所以这涉及到都是一些国家的情况 现在目前很遗憾呢 这个问题可能给他逆转了 他缺少呢 任何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个 对一些国家的一些这个禁止 对其他国家的国民就是有一些间谍的一些做法 我们应该是一个公正的游戏 所以不能够进行任何所有那些监视 除非能够接受的 所以在我们前面的辩论当中呢 就在欧洲的情况 包括在这个美国 现在美国的情况 包括一些SOBA 还有PEBA这样一个 可能伤害了这个互联网本身了 这样一些做法 为了能够针对我们具体的利益相关方 能够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能够认为 我们有同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技术呢 已经由这些安全的服务来去利用 来去协助他们这个 收集一些这个情报和信息 可能呢 他感谢我们有这种技术呢 同时呢 这个互联网也依赖于我们这种相互的信任 没有这种信任的话 人们就可能来去 对我们的服务使用的少了 也不太敢讲话了 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恐惧感 现在呢 我们会有这样一些辩论 主要是集中在这些消极的一些做法 包括缺少这样一些信任 包括这样带来更多一些猜疑 我们需要不断的一些这种揭秘一些发声 我们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会带来呢 很多一些我们不满意的地方 当然还有这个安全来说 还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所共享的 是有共同的观点的 我们都是想能够来去更多的相信 我们的在线的世界 而不是减少 不管是我们社会的目的 还是这个商业的目的 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普及 还有那些没有能够在线的 还有一半的还有一些人口 在全球有共享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能够来 有时候给他们带来的可能更加困难 这些成本更高 不便于他们发展 我们还有一个合法的这个执法 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犯罪 我们整个社会呢 都要来决定可以能给他进行打击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些行动 最基本的这个政府运行的透明度 也是很重要的 即使有人这样一个某些方面 可能是相对的一些透明度 在这活动当中 不能完全是透明的 我们想我们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机构 能够得到一些保护 包括一些隐私权啊 是应该有意义的 包括在线的和离线的 我们想能够来去享受 这样一些国际的保护 这人权 这是被全球都不便接受的 也并不一定完全是得到这种全球的遵守 当然是接受的 这都是一些非常根本的 我们的一些需求 也可以我们找到一些办法 把它做一个基础 能够进行一些有建设性的对话 关于我们的安全 这个或者执法方面的一些作用 特别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还有特别一些 可能没有是在被政府 所雇用的一些个人的一些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辩论 我想呢 并没有可能有太多的一些 互联网社会的一些积极的一些实践 包括一些这个互联网 作为一个社区呢 我们有这样一些知识 和一些激励的办法来改变这一点 我想呢 这可以是我们另外一个 能够共享的一些利益 我觉得我们这个 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批评呢 是大家都有的权利 我再回到我原来的观点 政府呢 也有义务呢 不仅仅是允许这个 对自己的国家的国民进行监测 不要失控 在数字的时代 为了让国家的保护 能够真正有含义的话呢 这个责任呢 也不能取消 不仅仅取消在国际界限之内 实际上还要这个 要主动的来进行 如果有人呢 这个使用这话呢 你怎么能说你自己国家的这个宪法 能够有真正意义的话呢 如果你也不知道 谁在做什么 有随你国家的事情的话 那你这国家的宪法 就没法得到保护啊 这是我们也听到 那个巴西大使这个观点 他那个巴西的观点呢 是受到欢迎 值得欢迎的 我们确实呢 这个同意这样的对话 我不应该害怕恐惧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这要解决这种难题 就是呢 过去的模拟的过去 好 谢谢你 妮可 你的翻译差都快不行了 我们现在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出色的方言 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在座的这些嘉宾的经验和知识 我想请大家来提个评论 在座的有一个人 他是来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怎么样来平衡这些监测的问题和隐私保护的问题 我们都听到人权的问题 安全的数字保护的这些方面 这个欧洲这个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们搞了三个公约来专门讲这个数字安全数字保护和人权保护 我想看欧洲这个联盟有没有人跟我讲讲 好 行 你在这 玛丽娜 你哥们快速的讲一讲几个要点 就是怎么样来实现平衡 我们要做各种不同的工作 因为这个会议上一直在讨论一些问题 好 你好 其他有问题 我们欧洲理事会在很多方面讨论这个问题 今天开会大家已经谈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就不详细讲了 实质上来讲 哈林伯克先生讲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他也反映出来欧洲理事会所做的各种不同的工作 我们欧洲理事会呢做的很多的工作 首先我们重点是放在这个多立相关方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好的互联网的治理 我们必须要听到各个方面的声音 我们应该这个做负责任的决策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别人要说的什么意见 欧洲理事会呢 有一个跨学科的这个做法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兴趣 对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不是仅仅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呢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问题 有些跟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 隐私保护的问题 言论自由的问题 还有打击犯罪的问题 法治的问题 所有这些呢都应该同时加解决 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要放宽眼界 欧洲理事会呢 做了很多的回应 我们有很多的对话 通过这个政府间的谈判 也在解决问题 我有这个法律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建议呀 修改的法案 一大堆这个很多的这种工作 我们都做了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非常这个国际 国际条约 例如这个网络犯罪这方面的公约呀 很多的这种公约 另外我们还有欧洲的人权公约 它包含所有的这个东西 还有数据保护公约 言论自由的问题呀 人权保护的问题 另外我们的这个责任呢 是非常多的 有政治的责任 我们还有法律的责任 在这个法院有法律责任要履行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委员会 其中包括这个 注意保护委员会呀 还有这个网络犯罪 打架网犯罪委员会 等 关于这个斯诺登这个案例呢 欧洲理事会呢 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 目前还没有做出反应 但是有两个问题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关于斯诺登这个事情啊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欧洲人权法庭就讲 法典呢就说的很清楚 这种大规模的监测公民可能会破损害 或者摧垮我们的这个民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啊 这是七十年代中欧洲人权法典中讲的很清楚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跟这斯诺登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跟斯诺登有关系的问题呢 就是欧洲理事会 非常这个担心这种偷听啊 这种偷听者呢 监视听者呢 经常泄露出一些公众的信息 而且呢 这公众信息应该得到保护的 我们认为呢 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事情 证明我们应该呢 保护这个公众的利益 谢谢你 好 你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精神食粮 有网络安全数据保护 人权保护界 他们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们希望有这种各行类的专家 来进行互动 来好 Kalita 谢谢 有吗 好 谢谢 我叫Kalik Fatal 我是多语言互联网小组的 我现在看到的面临的问题呢 是这样 有的是声称的和非声称的这种问题 也就是它确实直接涉及到 我们多立相关方这个体制 它真正的价值观的核心被触动了 很多参加过ICANN会的人呢 都可能还记得呢 当时呢 我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希望ICANN能够解决 要由国际社会 在ICANN的德班会上解决这个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呢 除非我们真正的要看到这种监测 它确实对多立相关方主义 是不是造成了破坏作用 就像癌症一样 这个癌症它威胁着 我们多立相关方主义 这个信任基础被破坏了 我们认为呢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多立相关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 我是一个叙利亚籍的美国人 而且没有人必要跟我说教 到底民主的价值 民主的重要性 言论自由是多么重要 我觉得当这些价值受到了挑战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它对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而且要马上补救 在新兴的市场上 我们现在呢 这个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愿意呢 谈这个问题 除非我们公正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和对待这个问题 或者把它作为重点来解决 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个形式 紧张的形式加以化解 目前我看到 现在大家呢 都是愿意呢 那个化解紧张形势 都在努力 但是呢 我想说 我们到底要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受到什么样的威胁 现在反恐 确实呢 对我们来讲 是 也就是说呢 我们打击了恐怖主义者的价值观 来维护了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一种价值观 和另一种价值观之间的斗争 我想说的话呢 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推进互联网的自由 互联网的开放 我们现在发现呢 对世界其他这个 这个 的人民进行这个 间谍偷听监视 这对吗 我们应该返回到我们的价值观来 请大家注意到 现在有癌症直接威胁在我们 我们呢 这个 不可能光是阿斯匹林能治好的 我们需要首先认识到这个真正的这种需求 我们大家都认为 我们认为 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呢 绝对不能受到损坏和破坏 谢谢你为我们 这个第五个要讨论的问题的 这一组问题呢 提供了你的这个 这个贡献 也讲到了就是互联网监测的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主要的问题 好 下面发言的人请介绍一下自己 谢谢主席女士 我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还没说呢 我叫任一声 我是中国这个外 外交部的 我要用我的这个中文来发言 因为我们有中文 好 请戴上你们的耳机 all of you have earphones ok maybe I can start 好 那么我可能先啊 英文先说 然后你们戴上耳机以后呢 你们再这个听我的说话 我要说几句话 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都有这样的共识 我们普世的价值是什么 什么是我们普世价值的人权 那第二呢 我们想希望强调指出的是 人权的概念 是一个有机的一体 不要忽视人权中的其他的各个方面 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种权力 一个是民权 政治权力 还有政治这个文化的权力 还有发展权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权力之间的平衡的问题 我们有权力 我们还有义务 我们还有责任 对吧 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义务 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力 其他人的权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互联网 现在呢 互联网中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都要研究分析 我认为至少啊 有很多因素 我们要研究一下 首先 接入权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就在很多国家来讲 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如此 很高兴 很高兴 你戴上耳机了 那我就可以用中文发言了 既然大家都有耳机了 我现在用中文发言 在过去几天 在过去几天里头 这个IGF 讨论了很多重要的 跟互联网发展 和互联网发展有关系的问题 包括互联网的稳定性的问题 包括互联网关键资源分配的问题 包括打击网络犯罪的问题 垃圾邮件等问题 以及怎么提高公众 对互联网的信心的问题 那么同时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 以及在过去这几天里 大家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个别国家 对其他国家进行 大规模的监测的问题 我们像其他的代表团一样 对这个问题的极其的关注 极其的震惊 我们认为 大规模的这个监测 不管是对普通公民的监测 还是对一些国家的政要的监测 都是一种对其他国家的主权 国家利益 各人隐私的侵犯和损害 也是对互联网的 这个运作的安全性的一个威胁 同时呢 这种做法也严重的打击了公众 对互联网的信任和信心 最后我想说我们讨论互联网 治理的这个原则 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互联网 这就是互联网治理的过程中间的 公开透明性 包容性 参与性 和这个合作 这个 因此呢 那在我们非常赞同 刚才巴西大使 所强调的一点 就是互联网 治理的问题 是一个多利益 攸关方 共同努力的 这个 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政府 还是互联网的行业 还是学书界 还是民间社会 缺一不可 我们认为 需要大家的参与 排除任何一个利益方 对这个互联网的治理的进程 都是不利的 谢谢 非常感谢 你的耐心 当时你非常有耐心 我们大家戴耳机的过程中 你还用这个英文发言 后来用中文了 你刚才讲到了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 我们互联网的这个信任的问题 公共性问题 还有这个大规模的监测的问题 影响国家的主权的问题 您刚才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都要好好的反思 还有没有在座的人要发言 我呢 在印度的一个大学呢 专门教授这个信息传播学的 我们呢 确实呢 呼吁要改变我们的媒体 我们现在主要研究的问题 就是互联网和新媒体这个技术 怎么样能够使发展中国家 获得能力 我也感谢这个拉奥 刚才再次组织了这次小会议呢 我也期待着呢 我们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 大家都非常重视 现在呢 我们非常这个认为呢 一些能够赋予人民所能力的这种技术呢 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一个增加这个个人 还有这个的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想起了一个故事 就是夏洛克这个福尔摩斯 他专门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巴斯克维尔猎犬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狗为什么不叫 他通过一个分析呢 来破案 他决定呢就是这个 看看通过狗的叫不叫 来发现一个犯罪的现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我确实认为 网络的安全 还有那个 这个 主权问题的关切呢 我们都是关心的 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到 我们的个人的权利 和国家的公民的权利呢 统一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我想再次重申呢 我们不应该 这个 作为 这个 公民的这种奴隶 我们在政府收集这个数据的过程中 信息的过程中呢 你要弄清楚是一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呢 违反人权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法律 要保护儿童 保护妇女 在印度都这样的法律 而且保护这个 另外呢 我们这个最近发现了 有两个18岁的印度的女孩呢 就是这个 这个被这个 关进了监狱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呢 发出呼吁 然后呢 让个政府应该这个 做出这个纠正措施 把你做这个错的一件事情 应该得纠正过来 我们还建议呢 应该搞自下而上的这种这个 过程 我们应该是有包容性 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这个体制 帮助我们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因此呢 政府应该和各个利益相关方 进行合作 民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如果能够参与民主呢 但更好 光有民主还不行 你要参与民主进程 也这就是为什么坚决支持 多利相关方这个机制 我想这个 说我们应该承认 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努力的 在这个平台上工作 我们应该加强我们这个体制 多利相关方 这是唯一的 使我们能够推进工作的一个方向 谢谢呢 能够让这个沙热号 能够参与我们这样一种讨论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问一下这个Mr.Scott 我非常高兴能听到呢 就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些 这个口径的一些改变 我想希望呢 就能够反映出呢 美国政府的一些这种想法 或者一些做法 关于对人权的一些种监视 还有这样一些隐私人的监视 然后这个呢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问一下 在一个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些最新进展的 这样一个Snowden事件的一个核心 奥巴马呢把它叫做是一个叛徒 国家的叛徒 现在这样一个立场变了吗 或者呢 这美国这个政府的这个口径变了吗 这方面 就对这个目前这个Snowden怎么看待呢 这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Snowden也是一个个人 只是个个体 比如他自己的原因 所以你们这个美国政府 会怎么处理这个Snowden这个事件 我名字是在主委书 我也是这个到这个星期二之前 我都是英国这个德国议会的一个成员 我也非常这个认真的注意到前面提到一些问题 前面说的一样 我们整体的这个监视问题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也会呢 确实说呢 其他呢有鬼在子这样做 确实是这种情况 也是这种情况 然后有个问题想问一下Google 你不会来让他们直接的访问 是吗 但听起来呢 像这个Phil Alexander去年的会上说过 我们不会对每一个这个美国人进行监控 这就是意味着我们不能让他们直接的访问 还有什么一些见解的可以访问他们的数据吗 因为你也讲到了一些这个合法的一些监听 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法律能让你做这些事情吗 想问一下Google 包括下面问一下美国的代表 Krith Alexander说的 今天年初的说过 那些 对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恐怖主义要进行一些这个监听 说你是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潜在的一个恐怖主义者呢 恐怖主义者呢 你也说了某些国家呢 要可能是充分的利用这样一种情况 这是否适用于我们德国呢 我想呢 这个整体的就像个地震一样 在我们的这种两国的关系上 包括一些朋友国家不应该这样去做 你说呢 你也是能够来去采用一些建议 我想给你呢 来给你提一个并不是一个建议 我想请你们停止这样一些监视吧 或者监测吧 这是我一个呼吁 我想来去讲到我要说的一个要点 我们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想呢 我们需要一个完全透明的 这个完全透明是什么呢 你必须来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 应该所有人都能够了解这个问题 第二点呢 我们需要我们一些国际的一些 合同就是朋友之间不要来去相互的来去监测 监听或者监测 然后呢 我们是要把我们所有的通讯都给加密吗 这样的话 这样一个监视就行不通了 非常感谢 我想呢 关于说我没有说这个 起诉过这个巴西的政府 我想呢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样一种情况呢 他要求我们这样一个明确性 到底我们是需要来去 在未来去应对什么 以便于避免呢 这些事情再次发生 这是一个叫做这个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的一些这种监测 监测 这包括呢 也代表了上百万的这样一些 公民可能受到这样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这种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情报机构 所以单一的国家来说呢 他自然会来去对外透露一些事情 这样一些这个披露呢 可能呢 并没有什么样一些这个计算的一些差距 这是一个叫道德的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性的一个差别 差距 因为呢 我们认为要避免再次发生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们都能够同意 一系列的一些这个法律和原则 还有一些这个体制 一些框架 在一方面呢 我们要会认识到 这样一些利益相关方法 它这样的一些合法性 再一方面说呢 我们来去创建一个道德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让我们未来的每一个参与者来说 不要来去伤害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权 和一个全球上的任何一个人的一个隐私权 就是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行 特别是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时候 我认为呢 这样一个论点呢 可能已经不再有这样一种概念了 因为呢 我们可以能够来去设想这样一些情况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巴西公民 或一家巴西的公司 或者一个当局 是否能够违反这样一些隐私权 就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来去伤害这样一些公民的一个隐私权 这是怎么能行得通呢 就是我们这个 对这些巴西的上百万的一些公民啊 对他们猜疑啊 包括一些这个巴西的公司啊 他们可能卷入到这些恐怖主义里边去了 或者认识一些能够能够对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活动啊等等 作为一个巴西的公民 以及作为一个巴西的一个公务员 所以这些问题 目前还是需要有人给我们答复 我想唯一的一点呢 我们呢 往下进行 以便于能够来去创建一种新的一种愿景 让所有的利益由官方能够来去做在一起 能够来去深层的来去探讨 我们最起码能够来去就一些最基本的一系列的原则 或者一些这个标准能够达成个协议 能够让所有人都去遵守 所以这种情况就不会能够再次发生了 非常感谢 谢谢 我想请你们能够来原谅我一下 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 就是阿伯顿所说的 我想呼吁呢 我们一些要发表评论的人 评论家们 Maggie Maggie是一个专家 是来自于这个互联网使用者这个权利的这样一个机构 谢谢主席和主持人 我本人呢 是一个信息技术的一个律师 所以呢我想讲的关于主要是法律上的问题 我想呢我们这里的探讨呢再往下进行 而不是说是只是这个停止不前 但是呢我们如何 能够来让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是这个自由的是这种开放的 尽管呢有这样一些这个监视问题 监视的一些活动 而且我们要把权利要达成一种平衡 一个是我们安全的需要 以及我们这个隐私权 还有这个言论自由方面达成一个平衡 然而呢 要我们这个能够得到一个全球都被接受的 这样一套这个标准啊原则和一些规则啊 能够达成一个这些人权 包括一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平衡是很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权问题呢 是把它作为一个我们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标准来去接受这样一个全球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这种人权的这个概念 都是不一样的 作为这样一个趋势呢 这个安全问题呢 而且每个国家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威胁 我们叫做言论自由方面来说呢 在美国呢 把它看成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权利 要来保护呢 包括得到的一些修改 包括一些这个法律的 包括在美国的隐私权 不管呢 它是否得到了一些美国宪法的合理的保护 包括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宪法里边 有最起码呢 里边并没有写入美国的宪法 包括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隐私权的一些解释等等 相反呢 欧洲国家隐私权的是最重要的 也有一些呢 关于这个 也有这样一些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些这个采用的一些规定 它也适用于呢 我们叫做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言论自由 在这个亚洲呢 隐私权呢 还有这个言论自由呢 似乎呢 并没有是不必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要求这个权利 也没有得到非常强大的一些保护 亚洲一些国家像这个印度尼西亚 它更多的注意的是这个国家的安全 而不是这个言论自由 还有这个隐私权 有些专家说呢隐私权呢 没有这样一些亚洲的一些这个文化的根源 关于这样一些事实呢 这似乎是很困难 来去设置一种全球都接受的一些规则 能够来去在这些权利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谢谢 对不起 然而呢 这个民主来说 从这样一些这个推广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关于这些监测一些活动 他应该由这个议会来去通过 而不是要这个政府的来去滥用这样一些这种监视 这这个技术方面来说呢 北些政府已经滥用了这样一些技术 像这个阿蒙啊 还有这个巴林 这里边有一些 这是这个阿联酋国家 还有巴林 还有这个 英国的一家公司 针对这样一些新闻媒体啊 还有一些博客的一些人呢 一些这个人权的一些活动分子呢 对他们来进行监控 包括用于一些军事的目的 这样一些这种监视技术 得到了一些反对党的一些这种一些的反对 包括一些对这个用于他们的大选等等 印度尼西亚呢 印度尼西亚呢也签了一个合同 跟这个Gamma Group 能够保证政府在这个国际上领域 就是说呢 我们要保证印度尼西亚这个政府呢 不要来去滥用这样一些监视的技术 来监控这样一些反对派的一些活动 谢谢 这里边你可以想到其中的一些想法 一个是这个歧视性的这样一个不平衡 这个平衡呢跟这个欧洲啊亚洲啊美国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安全啊和这样一个呃 这个隐私权之间 第二点呢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些 规则在这个隐私的保护和国际政府的 这样一些方面一些要法 政治方面的要法 我们如何呢让我们来迈出下一步 你现在可以想想这两个问题 这种平衡不同的地区 我们怎么能够从采用这样一个总体的规则 来去解决我们现场这样一些问题 这你们可以先思考一下 谢谢主网 我是Latinity和CEO 我想呢有一些我们已经有一些这个 这个一致性的一些意见了在讨论当中 一个呢我们似乎认为呢 所有人都同意 这个对于这个大众的一些监视应该被禁止 这是不好的 不管呢他这个是 做是怎么做的以及是 如何来去这样一些监视的 包括什么样一些动机 有的是某种类型的这样一些调查 也是应该允许的 这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利用这样一些技术 但是呢 这样一些对技术的使用呢 应该是基于我们这个尊重我们的人权 应该能够给所有人这样的一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也听到了我们也同样一些这个说法叫做原则 任何一个对技术的使用用于这样一些目的 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遵守一些我们原则的框架 所以这是我的问题对所有这些专家提出的 似乎呢 瑞典政府的这个代表的发言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呢我似乎感觉他们也是采用这样一些概念 所以我的问题针对所有这些专家们 就是瑞典政府所做的这项工作 是成为我们一个基础呢 让我们来继续来去制定这样一些概念 以便能够获得一些未来的解决方案 我期待的呢 我们并不一定能完全同意 但起码这原则是这样的 也许呢我们可以能够来获得某种类型的 一个共同的观点 在这次会议上 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途径 谢谢 我名字是Mafu Shares 来自于这个 Mafu的一个技术中心的 这个不应该能够来去降低了我们这样一个探讨的重要性 我们听到了一些 包括一些这个虚伪啊 一些这个 这种一些术语啊 这是包括我们一些对这个大众的一些广泛的一些监视啊 监测啊 这都是非常那个严重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这些国家呢也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 这不是一个玩笑 这就是带来的一些他们这些假设或者一些的虚伪 我想咱过来感谢呢 瑞典的政府代表说的 这里边没有这样一个平衡的做法 没有这样一些平衡的这样一些做法 或一些法案 关于这个人权问题呢 又加强了这个安全 如果你降低了这个人权就降低了我们的安全性 然后呢 我们前面那个也讲到这个Frank Rue提到的 关于这种广泛的一些坚持 他可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并不是藐视了这个人权 还可以威胁到了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基础和法律 我不知道外其他人怎么想的 但是呢我还没有失去我对互联网的信任 我的信任是失去了对这些使用互联网的机构的信任 所以这就是影响了我最基本的权利 这个早上我是附近我来自于香港 香港呢我们可以这里边就是涉及到这个斯诺登的这样一些这个揭秘事件 然后呢我现在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来去原谅 其中一部分呢我们作为一直参与的这工作 他也在表明对我们这一些公共网络的一些间谍活动 监测活动是我们可能是经常会能容易去做的 我们不应该他也透露一些惊讶 我们都做惊讶主要他的规模 我同意了这个Jame Schultz的这个发言 就是要全面的一些披露 这都是一些我们像孩子们孩子们可能也会犯错误 尽管互联网呢已经达到了这个青壮年时代 他很显然呢他也会犯一些错误 所以互联网来说我要开始呢 能够叫做全面的披露 可能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就是谁向谁去披露或透露 这是我们作为基本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会犯错误 然后呢给改正之后就一下班发展 然后是什么叫做进步的发展 我不能够同意前面这个CPT人的说法 这里边没有什么一些平衡的一些法律 应该呢有一个明确的观点 我们应该什么叫一个方向的发展 我想建议呢我们有这样一种诱惑力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界限之内的 又再回到我们叫做互联网之前的那个时代 这并不是我们的一种这个 不要忘记过去的那种机会 我们要来去发展我们的一些贸易 这一些从这个积极的意义来考虑 我们差不多还有几十亿的人还没有上网 还有这个15亿人 他们要通过这样一个手机上网 还有这样一些支付等等 我们还要考虑呢 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利用这个互联网 能够来去转移这样一些资金 这都是一些问题 贸易啊货币啊还有这样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 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些原谅给他们 我对这个一些监控来监测并不惊讶 我主要是监测这样一些规模感到一些惊讶 我们来看一看能够来去通过一种机制 能够通过我们那一些有一个安全的贸易 就是一个70年代的一个概念 就刚刚前面这个人名字就是拼但忘 他的名字 我来自于Ifformatist的网络站一个人 这个因为说这个加拿大是一个全球的网络 我有一个博客可以看到 我们指出互联网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系统 国家安全部门它会从互联网上收集信息 而且他们完全有能力把信息放到互联网上去 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很多的情况下 在我们这个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 同时呢我们也得到确认的就是 直接的信息 一个信息来源就是 切尼的这个起搏器 就美国副总统切尼的起搏器 是那个防止黑客的 因为好像听说呢 可能有些互联网的用户呢 可以干扰他的心脏的起搏器 甚至呢 通过互联网把这个切尼给杀了 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 互联网的监测 确实呢 它可以把美国的无人机 这个提供信息 例如它的制导系统啊 还有这个制导系统 还有把一些方向那个方位的 告诉这个美国的无人机 它在无人机站的过程中呢 很占便宜 我这么说呢就是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监测问题 实际上是一种干涉的行为 以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 干涉这个我们这个使用互联网的一种这个方式 尤其我们这个银行啊 我们的这个卫生保健的信息啊 我们的自己公司之间内部的沟通啊 我们的一个金融方面的通信 都受到它这个影响 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这个 这个我们对这个监测 所采取的这个应对行动呢 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呢 这个它不仅仅监测公民行动 而这种监测呢 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 刚才这个发言者叫 Michael Gustin 刚才他没说清了名字 他叫Michael Gustin 我叫Martinatris 我呢 给大家介绍 我们那个会的讨论情况 NLIF 我们想说的 互联网 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越来越如此 我们好像现在对互联网来讲呢 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也就是说 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 也就包括了互联网的生活 一部分了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 安全是一方面 还有自由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三边 经济的发展 要成功的话呢 成功进行的话 就应该有非常好的互联网 现在我们听到了很多最佳的实践 我们一直在讲 各种不同的最佳实践 我们应该真正按照这些最佳实践来做 比方说这个大皮膜就随时把我的话讲上来了 这挺好 还有一个问题 各国政府都想让互联网更加的安全 而且它扮演着领导的作用 来给大家介绍最佳实践 我们曾经做了一个统计 到底是谁买软件 只有商业的公司举起手来 他说我们才这样做 政府呢 这些代表呢 我们他就并没有采取这个领导作用 我们如果想在安全方面 扮演领导作用的话 你自己要首先 这个表率作用 最后我要说的是 我们想想一下 预测一下 如果所有人都坐在这个台上 这个来谈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论坛的话 你前面的主义台呢 你就坐不下了 实际上呢 在座呢可能大概百分之五十的人相互知道 认识 还有好多人都不认识呢 很多人都应该参举进来 因此我想说我们一开始呢 从软件开发商让他们来 我想说在这个IGF会上 我们很少能听到软件开发商 这些公司代表来发言 我们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人都请到这来 不管是你自己国家的软件开发商 不管是你自己国家的软件开发商 国际上 区域上都请来 来开始讨论这个互联网的安全的问题 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互联网更加安全 这个我觉得这个会呢确实非常好 而且呢大家这个谈的这个这个内容非常好 我以后肯定也还是愿了参举会 好 谢谢您刚才讲的非常好 就是把这个问题展开了 这个网络监测的问题 监测个人的问题 还有这个使用互联网的问题 这都讲的非常的到位 我叫Johnal Preve 我是这个西北大学的教授 我是一个这个学历史的这个专家 我非常惊讶的看到呢 很多的国家都非常惊讶的看到 美国安情报国家安全局监测 这个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确实呢这个 你们最好看一看这个什么是情报收集 你们自己国家可能也有情报收集啊 大家并不是说呢这样做呢就不好 我们自己的任何国家 都有这种情报收集的工作 可能呢这个不一样啊 行你说的话没什么新内容 我叫Bolo 我是以个人名义来发言 我是作为一个人 关心人权的个人来发言 我呢首先呢再加几句话 我们应该安全和人权之间平衡 先不要马上想这个平衡 我们要安全 是不是应该能够保护人权 应该有我们需要安全来保护人权 我们现在这个要增加我们的能力 来真正体验充分的人权 我们已经现在有一些非常好的国际人权的标准了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力 就是有效的实施它 落实它 这就要求呢 透明度 完全的透明 我认为它要求各种国际条约呢 它应该呢这个 广泛的在这个全世界 这个来解决 应对人权的这个 违反人权的情况 我知道现在呢 我们需要认真地对待这个 大数据加密的这种技术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问题 但是我认为呢 我还是有信心 这个数据加密还是能够实现的呢 我们只要这个有这个非常好的架构 来通过这个架构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个通讯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动态的联盟 然后呢 使我们这个数据保护 数据隐私保护的这种联盟 谢谢 咱们再请两个人提问 我们就结束 然后让这个我们的专家推呢 我叫Pasin 我是在 我叫Malcolm Petty 我是在伦敦国际交易所工作 我们听到了很多 那个监测的问题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做 不能 好像都是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监测 但有点很清楚就是呢 这个 如果这个情报机构 来收集这种外国的这种情报 的目的呢 是这种合理的目的的话呢 也并不是说是不可以 但是现在有个情况不一样 就是现在有人说 这种目的 合理的目的 怎么样才能这个追求 也就是说你这个机构 如果好像是不是呢 任何人的信息 他都掌握了 这个就是非常危险了 如果一个这个情报目的 这个这个 头目他不能按照这个 这个正确的宗旨和任务 来实行他的执行任务的话呢 那呢 我就相信呢 这个各国的政治领导人 将去采训这个测试 要看看他到底这样做值不值得 实际上这样做呢 将会影响破坏我们的朋友 和我们的盟友 如果这个这个大规模的监测的话 还有一点呢 就最后一点 这保护性的安全措施 如果受到了影响 或者呢影响到了我们 基本的加密标准的话 这个呢 可能这个不会有助于这个情报部门 和安全部门来识别 那些呢 将会对我们产生危害些人 这样呢 是不是就能够真正推进了 这些这个民主呢 是不是会有利于那些坏人 把这个这个进入到我们的情报系统 破坏了我们基本的这个安全体制呢 因此各国家的情报 国家安全的这个 利益要得到考虑 同时我也敦促大家 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 他试图这个 破坏 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安全系统中 搞不坏的人也要加以注意 谢谢 我叫Prakash 我是印度 这个互联网社会中心的这个工作 我为他工作 人权问题 隐私的问题 监测的问题呢 应该在国家层面解决 但是现在还有迹象 有些情况下呢 在国际层面上 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至少是试图呢 这个在国际层面解决 隐私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 或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 隐私呢是没有一个国家 要这个 这个 没有一个其他的国家 能这个阻碍我 阻止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这种权利 和隐私权利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公民的这个隐私呢 是不对的 应该其他国家的公民的隐私应该保护 第二 这个大规模的监测 尤其在这个 互联网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监测 我们西方的盟友 印度也做这样的监测 这个呢正好违背了 这个联合国人权 这个宪章和ICCPR 这种没有针对性的 无法无天的 毫无道理的监测呢 确实呢 是一种非法的 对人权的干预 对隐私的干预 因此呢 他应该 由人权这个宪章 这个宪章 这个宪章的法 这个法典 来加以限制 不能再搞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监测了 这是非法的 谢谢 我叫朱利亚尼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过去几天呢 我们一直在听了很多 大家介绍的这个 这个多边 多利益相关方所面临的挑战 但是呢 我们 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一些这个信任和合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个信任方面的问题 我们还要继续加强信任 我认为呢 IGF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论坛 让很多的利益相关方呢 从全世界各地汇聚到一起 来加强和努力 IGF呢 在未来能做什么工作呢 可以呢 帮助我们确定一些原则和标准 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确定一个大家能够同意有共识的 这种原则和准则 我们不仅要讲我们的利益 并不是让别人给我们 这个告诉我们 你们这个关切什么 我还希望了解 你们大家有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因此我希望呢 这个IGF呢 应该呢作为一个桥梁 让大家都到这来的 把自己想关心的事情呢 都说出来 来告诉大家 谢谢您 我是韦瑞瑞拉来的 韦瑞瑞拉是一个小国 人权确实有问题 这个呢确实呢 没有必要再说这个 多说这个人权问题面 有点什么挑战的问题 这个是在线还是这个离线 都不用说 反正有人权发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我们这个IGF 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好的 例如我们这个一些小国 很多的小国都积极地参与了 IGF的这个会议 有一点我感到非常这个 有些外国人呢 他为有些政府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他说我们只是呢 把目标针对在外国人 而且呢不是针对人权 这个呢实际上 违反了国际这个人权宣言 我想说我很遗憾呢 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这个议程 他呢在全世界呢 都做了很多这个 缺杀切发道德的这种事情 我认为呢现在呢 各个国家都应该加强自己的这个努力 做出决定 来应对政策方面 应该如何进行这个调整的这个挑战 现在大规模的监测 还有这个是造了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威胁 尤其大国的政府 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还有小国政府也这样做 这些政府做了很多的这种控制啊 监管的这工作 在很多的这个案例中呢 都说这个提及 很多发达的国家 很多发达的国家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因为他们的发达国家 IT行业比较这个强 因此我想说呢 这个要希望互联网更大透明 我不是一个律师 我只是一个活动家 我没有技术的 但是我有一些技术背景 对我来讲呢很明显 大规模的网络监测呢 应该以人权的这种保护的 或者违反人权这个基础 来加以这个解释 因为他们就是违反人权 我们也听说到使用这个加密的方法 这个呢我希望呢 下一次IGF的会上呢 应该呢 讨论一下这个PGP的问题 谢谢 谢谢你 那么我们在在线提几个问题 远程题们还有没有了 有这么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是来自这个Trader的 他讲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政府能做些什么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道德的问题和信任的问题 瑞典呢作为这个欧盟的这个代表 他讲到了这个这个斯诺登的这个案例 而且呢这个 讲的这个信息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有些人被认为是 如果是叛徒的国家的叛徒的话 他就不应该得到保护啊 我想请你们讲讲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们愿意给斯诺登政治避难欧盟啊 好我先总结一下 然后呢我再请我们在座的专家 对一些问题来解决 这万 有一点共识很强 就是这个他们之间那个就几个问题 大家同意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同意了 另外就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基本信任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基本信任 互联网经过的发展就没有这个出路 第二点现在有一些国际现有的国际法 有些法律法规 这些问题都涵盖我们现在的问题 列如呢 我们在这个国际这个民权 政治民权公约中的第17条 就讲到了任何人都不能这个非法的 武断的侵犯其他人的这个隐私权 这种国际法的已经有了 这个国际法呢 但是呢 好多情况下又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实施 因此就提出另一个问题 我们以后就怎么样来落实这个国际法 怎么样来这个实现平衡 嗯 还有一些抵制啊 平衡的问题啊 怎么样来这个搞这个遏制和平衡的问题 还有呢 这个怎么样实现透明度啊 使用这个程序啊 还有这个法制啊 还有讲到了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瑞典的这个 先生呢 也讲到了各种不同的相关责任问题呢 还有定期的来审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情况啊 的必要性 还有人有些不同观点呢 就是能不能实现双赢 就是这个平衡能不能实现双赢 我们应该努力朝这个方向走 人权保护实现 同时获得更大的安全 同时我们应该做一些这个平衡 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个现实 还有呢下一步做什么工作 首先我们还要等的美国的这个 审议程序的结果 同时还有很多国际上的活动 例如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做了很多的工作 特别是呢 这个保护这个隐私保护数据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这个探讨一下 其他国家的这个模式 例如瑞典的模式呢 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实现这种微妙的平衡啊 人权保护啊还是安全的问题 很多人发言中都讲到了 IJF也找到一些办法和途径 来继续这样一些探讨 包括探讨要创建一个动态的 一些同盟的建议 这也反映在我们一些 呃 这样一些条款 包括一些这个信息里面 在这个twist也反映出来 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 我想呢 来去探讨一下 就是我们的自由和这种责任 包括这样一些这个技术的提供者 技术提供者的他这样一些责任和职责 他们来去保证这些 呃技术不要被政府的错误的使用 他们呢应该有这样一个合法性 因为技术呢能够来去用来 可能是监控我们这样一些新闻的 这样一些报道 所以呢这样一个技术的提供商 和政府这些达成一个协议 应该有包含了一些条款 就是在涉及到政府 如何来去使用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 是用一种合法的一些办法 不要来去误用这些技术 谢谢有这样一些专家们 看可以是否能回答一些问题吗 然后也设计到我们这样一些 然后在进行我们一个总结 就是探讨 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多数的问题了 提给这个Scott都是 先请Scott先回答 谢谢我不太敢肯定 这当然也是没有什么惊讶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都回答了 但是我还是尽最大努力 首先感谢我的一些各位专家们 一些评论机员们 对于你们所有很多的一些 令人就有前瞻性的非常全面的一些考虑 然后美国政府呢 也目前 在这里已经其中有十个在场 十位在场 关于他这个政府的一些停摆啊 还要被对所有一些旅游的一些限制啊 它涉及到所有一些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 这向你们所有人都表明了 并不只是他这个严重性 对这个IGF来说 这是对我们对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 是非常这个认真的严重的 所以我们要来去把你的意见带回去 你的问题带回去 能够向我们的一些高层领导来汇报 这里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的目的呢 就来来保证 你们呢 这些观点 包括能够考虑进去 能够放在目前我们这个美国 现在进行这个讨论的这种一些过程当中 第二点呢 我的同事提出了一个问题 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女士提到的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些认真性 谨慎性 我想现在目前的阿巴马总统 还有美国政府呢 并没有 不仅不是说不认真地来去对待 然后呢 还要需要一些极端的一些行动 能够有一些独立的一些专家 能够给他提供 这个委员会 给他提供最佳的一些建议 就这个问题 美国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我也提到了 美国政府已经来了 已经开始来去知道这个问题 会成为呢 我们这IGF的一个核心 所以呢 我们愿意跟你来去互动 能够来去以后 听取你的意见 我们也是非常认真地 把这个问题加以对待 关于这种透明度呢 因为有一些评论者们也提到了 目前呢 这个总统已经发布了命令 就是这个NIC 他所做的工作 这种一些透明度 还有一些司法的一些这个 法令 也涉及到这AIC的一些活动 就是我们所有人呢 都可以能够一样去了解 就可以能够 就包括这样一个网站 也可以能够来去查找 关于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事情呢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要说 因为奥巴马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想呢 这个提问者呢 你可以能够来参考一些 以前奥巴马总统讲的工作 就是这个中国的发言 来自于中国这个同事的发言 我想简单的呢 来想问一下 有什么问题的 关于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 以及美国的人权问题 来看一下我们任何一个独立的 一个人权问题的一些报告 然后可以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些结论 我们其中的最好的报告之一 就是这个网络的报告 是由这个Freedom House来发布的 我们有这个Freedom House 在一个地方 他们也把它拷贝过来了 这个报告对于美国是非常关键的 他呢可能也并不是说 所有这个关键来去提到的 这都认为是对美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敦促你们和看这份报告 能够来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对于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这位律师 问到了关于美国的隐私权的问题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在这个美国 不管是好是坏 我们有非常悠久的一些这个宪法在美国 可能对多数国家都是比他们还要悠久 这个私有权的这种概念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去创建我们宪法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宪法里已经涵盖了这种概念 隐私权 还有涉及到我们一些法律的一些解释 这是我们最高法院的这样一些解释 其中有两个决策 在过去一百年当中 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隐私权的概念 现在确实呢 已经把它成为一种宪法的权利 可以加以考虑 最高首脑就是总统的这种控制 所以总统呢 已经说了他要打算做什么 在这方面 他已经给一个审查委员会赋予的权利 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会来考虑 就是关于他这样的一个审查委员会有些建议的今后 谢谢 非常感谢Scott 我们现在呢 再往下呢 请这个Ross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一些访问 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些直接访问 我们也不给他们来访问 这样一些基础设施 他们就来去区别一下 这个我们目前在描述的这样一些流程 我们得到一些政府的一些法律要求的时候 我们会全面加以考虑 所以是有可能让美国政府能够获得这样一些使用者的一些数据 用户的数据 这只是我说的这个所描述的这一类型的数据 感谢这样的一个澄清 还有一个评论者的 来自于一个远程参与的会议的会有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对用户的信任 这个我们都是专注于呢 这是要来驱动着我们在Google所做的所有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关注这样一些用户信任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就是受这样一个斯多腾事件的影响 这样一些这个揭秘的行为 包括我们这一些安全的 包括一些加密的 就是从这个设计来说 比如说这个Gmail就被加密了 我想特别强调 我们这个云的服务呢 还要是更加安全 比其他一些模式 包括一些数据的主权啊 数据的本地化啊 我们这个云比这样一种模式更加安全 所以这个用户的信任呢 也驱动着我们在这个安全的基础设施上的一些这种 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这种建设 在推动着我们所在这个互联网的治理上 包括我们一些这个GENI的一个创始成员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审计的这一家公司 他也推动着呢 我们来去制定出一些的项目盾牌一样 就像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些新的一些网站 能够充分的来去利用我们Google 自己的安全的基础设施 能够来去就会受到一些Dtalks的一些攻击的一些网站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民间团体的一些关系 我们也在来去在每一个国家 我们所覆盖的一些这个地方 包括有80处的地方 我们呢 都有些这个包括一些自由的言论 包括一些媒介的一些责任呢 在泰国呀印度呀 还有这部分东南亚地区呀等等面对一些挑战 最后呢 关于Matthews的这个发言来自于CTT的 他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 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跟这个CTT提供这样的一个 私营的这个隐私权的问题 包括一些透明度的问题 所以我来去澄清一些Message的观点 别人也是这样做的 我想呢 我想把它讲非常清楚 在我的观点当中 我想再一次重复一下 我不是说要来去原谅 或者说是缩小 这个关于这个对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些 这种监听这些泄密带来一些影响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呢 这是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有的 这样一种监听啊 监视啊 这个方面来说呢 让我们呢 只是专注于美国的这样一些监视情况 并不太明智的 我们还不要忽略了 对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什么真正的挑战 这是我的观点 我想这个 Matthews先给我这个机会来澄清 我想呢 我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笔记 如果我要讲错的话 别人可以能够帮我更正一下 谢谢Frost 下一位呢 在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里边 是Yohan 非常感谢 有几点呢 也是让我来讲一下 这有一个问题呢 涉及到我们强大的一些工具和资源问题 是否呢 在我们的社会 是带来什么样一些立法的一些变化 我的答案 我的国家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已经是的 他也给我们创造了全新的 这样一些 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 在十年之前差不多 我们在探 在我的国家一些探讨呢 就是来主要是围绕着 如何来去定义我们这样一些 法律框架里边的一些权力 立法框架的一些权力 是有什么正确的 以前是有没有什么监管的 在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之后 我们一个法律的草案提交出来 在我们的议会里边 没有这个被批准 然后提给这个政府 第二个草案又再一次 没有被批准等等 所以我们的议会感到呢 保护呢 这个隐私权呢 可能还是不够 所以第三个这个草案呢 是在09年得到批准 这个法律呢 同样的适用于所有人 随着中心的问题来说呢 可能没有什么一些区别 不同的一些国民啊等等啊 它也适用于这些 那个包括一些瑞典人 或者非瑞典人等等 有大量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机制 来去保护我们的个人的一些隐私权 在这里边当中呢 还有一些包含了 特别呢 一个法院法庭 来去针对每一个这个 跟这个监控有关的一些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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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诉讼做出一些这个判决 这里边呢 包括一些我们欧洲的法院里边 有这样的一些法律 我们也是人权法案 法院 法院 我们这边也受到一些挑战 我们也欢迎这样一些做法 我们想方向听到 他是否能够来去达到 我们欧洲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一些公约要求 还有一个关于我们第27条 ICPR的一些问题 也是的 它确立了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来去遵守我们 尊重我们的一些个人生活 私生活 这是也很准确的一个措辞 我们认为呢 可能呢也会是一些原因 来看一下第17条 看看我们能如何来去提升我们的一些理解 这个第17条 或者怎么来加以解释 会有一些不同的办法来这样去做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呢 在日内瓦和纽约 能找到一些办法 来去尽可能的来加以推动它 最后呢 还有几个观点呢 是关于我们瑞典的模式 我不太敢肯定 这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模式 但是你只是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我的部长所描述的 上个星期 我们非常乐意 能够在这个方面 来去给你们进行探讨 来去交流 确实呢 这些原则呢 都已经纳入到我们的法律里边 我们的框架里边去了 所以呢 我想呢 它可以是完全代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瑞典的模式 最后呢 我并不能够代表 其他一些国家 只是代表我的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还不愿于呢 能够代表这个 比如说欧盟的一些成员国 或者欧洲的一些国家 来去 关于这个斯诺登世界发表什么看法 我可以最后呢 来去结论他的人权呢 也应该得到这样一些尊重 不管呢 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签在上面 怎么来去称呼他 都应该尊重他的人权 谢谢Yohan 主要呢 你也听到了多数的观点吧 你是需要什么补充来再讲一讲的吗 我就是想能够来讲一下呢 关于那个这个告密者这个地方 在报告里边呢 我想这是重要的一个人权问题 我们这个听到了一些关于监视上的一些辩论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斯诺登的美国政府呢 刚才这个斯诺登呢 还有政府呢 他们有些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关于这样一些惩罚呀 对这些这个告密者呀 也提到了斯诺登 他可能说是前的方面的一些惩罚 这里边他目前呢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35年的一个这个监禁有可能 所以他会想是在这个判决之后 按照这个我这里边使用的这个词 这个叫做监管人 他们就在这个引用的 可能是要是这个泄露了美国政府的文件的话 就是这样 比如说 查尔斯盖呢 获得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惩罚监禁 包括有阿贝达比塔尔的伊拉克了 所以查尔斯被投入了监狱 斯诺登呢 在这个俄罗斯在避难 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在面对的一些情况 目前都已经进行了一些惩罚的 在这样一个难题当中 你到底是对一个国家是一个背叛呢 还是呢 你要是能够给全球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呢 这两方面 多数的人在这个地方 都是愿意呢 他把它看成呢 他是一个背叛者 谢谢周安娜 所以他这里讲了几点之后呢 我们会呢 给你们几秒钟的时间 或者几分钟 就是让我们那些评论家们 让评论者他们来去发表一些评论 我们先从这个塞克大使来吧 谢谢非常简单的说一下 前面已经都基本都说过了 我并没有太多要补充的 我只想来去响应 回应的前面呢 做建议的 让来对Latinx这位先生的意见 我想呢 来讲 包括对这个瑞典模式做出一些种评论 这是你的这个部长 这个大会上提到的 提供的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是你的这个外交部长提出的 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来进行评论 当然是专注于跟这个安全有关的 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 在这个交流联合国呢 他们可以呢 这个秘书长他们可能是更容易来去 加以来去合作这些框架 目前呢 我们还记得呢 有很多大的部分一些原则 同时要考虑进去 我们要大量的这个已经做的工作这方面 在不同的一些这种环境下 包括一些欧洲委员会呢 包括一些OECD啊 经合组织等一些这帮提到了 还有我们把这个范围给它限制一下 包括一些ICT啊 还有全球性质的一些范围啊 这边也包含了 这些核心的有一些这个规范和原则来指导我们 也包括呢 能够引导我们 也包括这个巴西的这个会议上 在明年要举行啊 来经常重申的这些邀请 我想呢 我前面也提到过 可能呢 有的时候会有些误解 这个 有时候这个主席总统把他认为是一个峰会 但是从你们政府的角度 你要来了解我们的目标呢 应该是非常高端的一项活动 就是呢 可以呢 让能够来做出一些决策 可以影响到我们这里所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我呢 可能 这是我们叫做高峰的一个意思 他可能不要被理解完全是针对政府的 这应该是一种概念是有时候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讲清楚的 我们说这个峰会 他可能这个会议呢 可能有这个政府当局 他们来去做出决策 有权限做出决策 有时候呢 这个 跟这个 主席和总统呢 也说了我们这样一些 有一个民间团体 有足够的一些代表 应该是 应该都是在同等的 跟这些利益相关方啊 就任何一些决策机构啊 在这个上面 这是我们也是有很多一些共识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 来去跟我前面讲的那种 稍微做了进一步的一些这个 阐述 我们再回到 我们几天前呢 我们这个 这是主席所听到的 我们这样一些 宣布啊 也包括一些这个 一些意见啊 包括一些想法 我不想能够对他来 要说什么话 做出任何预测 我们可以来去 他要说的那种 可以能够是一种解释 他也我还是 嗯 到时候由他自己来解释吧 这可能呢 不是任何一种决策 要完全考虑到 我们所有这些利益 攸关方 但是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办国 承办国 我们还是 想到我们的总统呢 他这个角度来做出 最后的决策吧 这关于是否是一种叫 峰会的性质 或者是一种什么其他的 我们可以对你们所有人 表示这个邀请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发言啊 我们就要这个结束了我们这个全会了 我们要总结一下啊 我们这个马上总结一下 好 谢谢 我想再次重申一点啊 对我们这个专家来讲呢 有点是非常清楚的 大规模的监测 绝对不能 这个 这个影响 就打 就以着你这个 国家主权的这个名义 来大规模的来大规模化 我们这个 增加这种监测呀 或者这个将会产 是不是会产生这个跨边界的影响啊 这个 你肯定说一句 谢谢 请我这个总体来总结一下 一个事情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我们现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做法 来这个应对监测和保护个人 以及 但是 我很少有公开的信心 各个不同的国家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应该公开一下 在拉美 最近 有一个很严重的 违反人权的问题 这都是国家安全部门做的 这种事情 这是这个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地区 举个例子 在瑞士据我所知 我们也同样在90年代的时候呢 也出现了这种丑闻 现在我们也改变了这种情况 我们也听到瑞典的这种做法 瑞典有些闹事的问题 抗议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清楚的 能够对各种不同的体制进行比较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 我们知道在日内瓦的国际议会联盟 也就是国际议会组织的一个机构 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问题 谢谢你看 中国的同事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结束这个问题了 要不然我就不让再说了 这个IGF的组委会 我们已经提醒我们注意了 先生再次给我发言的机会 我会非常简短 第一个我想澄清一下 今天上午我们会讨论的议题 实际上是关于监控监测的 所以我们中国代表团 在发言的过程中间 举了一个大家谁都知道的 一个例子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代表 对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发言 为什么会那么敏感 他不在场 他要在场他应该向我解释一下 他为什么那么敏感 第二个我想说 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别人无权指手画脚 我 我就想举一下 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情况 中国的网民有多少 将近6亿 5.91亿 比美国的人口还要多 社交网络的用户超过了3亿 差不多是美国的人口正好的数字 每天在微博上 发帖跟帖的人有2亿 所以我们中国人民也享受着充分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是你发表的任何信息都不能够危害社会 都应该遵守公德最起码的人的道德准则 同时你不能散布有害于国家安全的信息 或者你也不能在网上散布谣言 最后我想说一下 美国政府每年都发表 关于全世界一百 将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的报告 他刚才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但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忽视了一点 他从来不发表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报告 没有吧 从来没发表过 中国政府替美国政府做了这项工作 是无偿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也发表 美国的人权状况报告 欢迎大家去浏览 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美国媒体公开发表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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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你 我们也有一个公布的信息 每年都公布各国家的人权状况 你可以通过阅读来进行比较 好 请你说我叫Alex 我们说来自internet 在座的人非常关键 这个偷听窃听 我想说如果你要这个 注册的话呢 你如果在IGF的登记注册的话 你就把你个人信息披露了 你的名字啊 你的邮件号码 你们家在哪儿 你叫什么全名啊 你地址啊 你单位都知道了 因此对这种个人信息的保护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上APC的网站 APC.org 你们可以看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非常感谢啊 还有一个发言的啊 我叫胡安卡洛斯 我是来自巴西的 我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推特 都知道 我们都这个知道 美国情报门确实呢 他这个有很多的情报 而且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决策 而且呢 中国海岛非常的担忧 他们做了很多的决策 这些着策呢 肯定的还是这个伤害了我们的心 我们应该他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权利 好 好 我们要结束了这个口头讨论阶段了啊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一首诗来结束啊 我们现在呢 请杜瓦给我们再次讲一讲 我们这次会中呢 都谈了些什么主要的要点 大家都提了什么问题 如果你还记得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马克思提到的问题呢 我们 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另外我想再简单的说 我认为 这节会议啊 确实呢 主要是起一个侨连作用 我们这次讨论的开始 我也知道呢 在我们这个推特网上 很多人都说呢 我们还不满意 因为呢 因为总是没有答案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可能真正的在这一次呢 就今天早上就对所有的问题答到答案 但是这个对话已经开始了 是很不错的这个起点 我们以前开始呢 正在搭建桥梁 就像巴塞克斯说的 就像大使所说的那样 下次你会 不管是在巴西开 还是在什么地方开呢 肯定啊 我们就会至少 能就一个总体原则达成一致 然后呢 我们大家就可以呢 就像其他的全球 就我们的原则一样 来保证 我一定要拿出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要应对 要这个跟这个推特网这个对着干 可不太好啊 我承认确实我们已经呢 有了一些答案 也有一些这个非常有益的见解 我们听到了这个巴西的一些经验 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国际的法则呢 已经在这个领域中呢 现在这个有现成的 我们要介绍什么是这个阻止啊 什么是平衡啊 我个人非常这个高兴 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进展是非常好的 比我想象的更好啊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呢这个问题是比较这个不好对付的 我们不可能很快找到这个解决方案 很多有安全的问题 人权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隐私问题呢 都要加以解决 这个马克思一开始给我们讲了这个七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就讲到了这个 我们应该用公众磋商的方式 来这个加以解决 另外呢 还有很多更多新的这种问题 我们讨论非常的好 我想总作为总结 这就讲 用一句名言来结束我们的这个讨论啊 出现了危机咱别让它过去 咱要利用危机 就叫有杨范叫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利用这个危机呢拿出我们的决心 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为我们的人类 为我们的互联网做一些好的事情 避免出现这个 再出现美国国家安全局 所暴露的这个丑闻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我们不应该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我觉得总体来讲 我们的工作方向是对的 大家提供了很多想法建议 让这个互联网更加强有力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谢谢 我想那个快快说几句话 讨论非常的好 非常有意思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 我们IGF认为它还是有价值的 应该讨论 而且这个讨论确实证明这点 我们确实一种多力相关方的气氛下的讨论 我们在下次IGF的会议上 还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好 我希望能够大家宣布会议结束 谢谢Margaret 再次感谢Ena女士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这个讨论非常的开放 这都是新出现的问题 我们安全的问题 监测的问题 隐私问题 还有透明的问题 这些都是非常好 这次会议讨论非常有价值 是我们这次会议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会议 我想说在今后的 我们在2013年这次会议上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议题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 印度尼西亚也意识到 物联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但是呢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 也就是 获得信息的这种可能性 也可能呢 会出现一些这个控制 在网上的一些 侵犯性的这个内容的控制能力 例如呢 我们知道有些黄色的内容啊 还有反伊斯兰的这种内容啊 都会在网上出现 我们政府有些法律法规 还通过法律的还有监管的框架呢 跟这个互联网供应商进行了合作 互联网的服务供应商呢 同时呢 也在这个网吧里啊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同时呢 电信部门呢 这个我们这个电信 也这个限制这个网络 利用这个信息进行犯罪 我想再次感谢大家 到这个巴厘岛参加2013年的 互联网治理的论坛 我希望在2014年 我们不仅仅109个国家参加 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我确实呢 感觉我们像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都有共识 这种关系也非常好 我们就先跟他一家人一样 而且呢 我们互联网行业中的合作非常好 好 说完这番话 我想宣布 这次会议的结束 我想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主持人 感谢我们的讲演嘉宾 感谢所有这个参会的代表的贡献 希望在印度尼西亚巴厘过得愉快 如果你们要在这个闭幕式之前就离开的话呢 我希望你回家路途安全 我们愉快 我用印尼的语再跟大家道一声感谢 请大家再次鼓掌 感谢我们的这个讲演嘉宾 下面我想请马克斯库马主席来补充 没什么要说的了 两点半开会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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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